眼前这个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女人叫李婉,是为国公李静家的女儿,传言她能文能武,立下战功无数。 而今日是她招上门女婿的日子,马车里一身红袍的小伙,名叫唐峰,是个没有金手指的穿越者。 只见唐峰偷偷扒开车帘,听着外面百姓的议论声看向李婉,在她察觉到的时候,立马放下了车帘。 迎亲的队伍来到李府,随着婚礼的正式开始,李静夫妇坐在高堂上,看着唐峰敬茶。 然而,就在唐峰给李夫人敬茶的时候,无论她喊了多少次岳母大人喝茶,都没有等到任何回应。 就在李大人劝说李夫人先喝茶,放二人早些回去休息的时候,李夫人拍案而起,大喊着自己女儿怎能和这种废物入洞房。 随后李夫人居高临下,不懈地对着唐峰说叫,告诉她既然入坠李家,就要警惕她的身份,主家说什么,就得做什么,不能有见缘。 唐峰跪在地上低着头,双手还捧着茶,一脸愤恨地说小叙绝不敢忘。 一旁的李婉,或许是想给唐峰留些面子,赶走了议论纷纷地吓人们,找借口说自己有些累了,便和父母请辞要先回房了。 等二人进了婚房,李婉坐在婚床上看向唐峰,告诉他与他成婚只是为了偿还恩情,所以,二人只需要维持表面夫妻关系就可以,互不干涉到父亲百年后就和离。 随后,李婉见唐峰听懂了还不出去,身上便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威胁唐峰再不走,就要他好看。 唐峰上一秒才知道可以修炼,下一秒就被踢出了房门,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小破屋,只见他一拳打在床上,咬牙切齿地想自己一定会翻身。 突然,他听到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检测到宿主反抗命运决心坚定,启动武神聊天群,唐峰内心哭唧唧地想自己的金手指终于来了。 系统告诉唐峰,他是群主,拥有聊天群最高权限,他可以选择华夏历史人物进入群聊,但不可以选择和他同时代的人物进群, 会扰乱时空运转,遭到规则驱逐。 随后系统告诉唐峰,他现在的等级可以选择四位群成员,并且通过发红包的方式进行互动。 唐峰看着周围浮动的历史人物简介沉思,明白了规则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孙并,项羽,获居并和罗成。 系统将他们拉入武神聊天群,在聊天群内,所有历史人物都会隐藏真实身份,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份和时代。 人物真名和所处时代都会被系统引去,只能使用代号称呼,并且只有唐峰知道他们的身份。 唐峰咳嗽两声,装神弄鬼道。 这里是白玉金在人间的投影,被选中者可以随时进入群聊里交流,而他自己则是管理者。 在项羽询问他是否是仙人的时候,唐峰表示自己曾是仙人,但为了凡人舍弃了仙体。 这样一来,大家都对他敬佩不已,在系统下发群任务后,都纷纷热情地开始发红包。 唐峰向第一个孙并发的红包点去,得到了韬略一卷。 激活后,不仅掌握了基础兵法,还增加了智力。 紧接着,他又点开了项羽发的红包。 这一次,不仅掌握了霸王之气,还增加了力量。 但激活光环后,增幅自身力量50%,只能持续两分钟。 冷却时间却有24个小时。 第三个获去病的红包是票技光环,技能是高级马术。 同时,耐力和速度都提升30%。 最后一个红包,加成的是速度。 主要技能是罗承的罗家枪法。 罗承曾用他在反王大会时夺的魁首。 得到了这些技能光环的唐风,窃喜不已。 夜黑风高之夜,唐风打开窗户,面向窗外的风景,暗自思索。 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把坠续这个名头摘掉。 原来舞者聊天群的群员,帮助群主完成任务,都会得到相对应的奖励。 每个人都得到了技能提升点。 双赢的局面,会让群成员更愿意帮助唐风。 唐风幻想着自己,很快就会见功立业,飞黄腾达。 第二天一大早,丫鬟们来叫唐风起床。 唐风翻了个身捂住了耳朵,天还没亮,就来打扰他睡觉。 他被烦得睡不着打开门,丫鬟说要帮他更衣,小姐要见他。 唐风想要自己穿衣服,却拽不动丫鬟手中的衣服,丫鬟非但不给他,还觉得他会丢了国公府的脸。 如果不是小姐吩咐,才懒得搭理他。 冷嘲热讽他一顿后,唐风尴尬地被丫鬟拽进去换了衣服。 换好衣服的唐风,简直变了个人样。 风度翩翩,像个书生。 丫鬟嘲讽道不过是精绪其外罢了。 随后便推着他往外面走,李婉在院中练着弓法,心神不宁地想着唐风。 正想着不能分心的时候,丫鬟喊道姑爷来了。 唐风看着李婉斩断木桩,回头询问丫鬟,他每天都练剑吗? 没想到丫鬟表示,小姐只是今天心情不好而已。 李婉冷漠地看着唐风,他如今是带国公府的坠续,混吃等死,丢的是带国公府的脸。 随后便吩咐丫鬟,送他去读书。 唐风愤愤不平,好歹他也读了二十多年书,张口闭口瞧不起人。 他读的书随便找出一篇,都会镇住李婉。 这样想着,唐风站直身子,背了一首屈原的离骚。 李婉心头一惊,没想到他还读过点书。 但他又说,爹娘还在北屋等他们。 让唐风赶紧随着他去。 唐风看着李婉带着丫鬟远去的背影,想着进入军队,是他如今最好的选择了。 李婉不耐烦地回头看他,需要我请你忙。 到了北屋,听到唐风说想从军,李婉夫妇都很震惊。 但唐风说自己略通武艺,想去军中历练一番,希望岳父大人能成全。 李夫人却嘲讽唐风就只是个庄稼汉,能懂什么武艺。 作为坠绪就要有觉悟,不要得拢望鼠痴人说梦。 李婉告诉唐风,如果没有过硬的本事,别说建功立业保全性命,都是难事。 二人劝他,不要自不量力。 但唐风却表示,愿意接受考教。 如果不敌,也是他咎由自取。 李婉见他执意如此,便带他去阎武场,想要看看他的本事。 阎武场上的人议论纷纷地看着唐风,觉得他就是个软蛋。 李婉吩咐和唐风比试的士兵点到为止。 但李夫人却说,这个士兵没有上过前线,打赢也说不了什么,要换成李虎。 李婉虽有担心,但李夫人却说,是为了唐风好。 于是他只好无奈地同意了。 唐风猜测李虎很强,李夫人是想让他当众出丑。 果不其然,李虎是一个身高不止两米的壮汉。 唐风震惊地看着面前像做小山一样的人,疑惑他真的是人类吗? 在和壮汉比试了几回合后,唐风激进脱力。 他暗自嘲讽地想着,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他只能勉强躲开攻击,却完全不能破壮汉的防。 体力快耗尽的情况下,唐风决定赌一把,于是他嘲讽壮汉式的喽啰,一句话都不会说。 这一下激怒了壮汉。 只见壮汉举起了手里的大砍刀,就要尽全力朝他砍下去,还一边说着让他死的话。 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台下观战的丫鬟觉得,唐风就算被打死,也是因为他嘴贱。 另一个丫鬟则担忧地询问李婉,但李婉却觉得有点意思。 比舞台上烟雾散去,露出壮汉的身影,唐风手中的兵器尖端正戳在他胸口上。 唐风满头大汉,觉得,如果壮汉没有铠甲,他就赢了。 然后立马在壮汉发怒的下一秒弹开了,壮汉举着砍刀追了过来,唐风跌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李婉宣布,比赛到此为止了,比赛结束。 但壮汉却瞪大了满是红穴丝的双眼。 所有人心头一惊,果然下一秒壮汉便举起砍刀挥了过来,唐风身体动弹不得,绝望地想着自己要死了。 却没想到,下一秒李婉上台接住了那个砍刀,唐风向他道谢,李婉却嘲讽他不起来吗? 大才子!听唐风尴尬地说自己起不来后,李婉叫来了人扶唐风起来。 被士兵扶持的唐风和壮汉一起,来到了李婉面前,唐风失落地觉得自己输了,但李婉却觉得他有如此武艺, 他的父亲也可以瞑目了。 怪不得唐风扎不进去壮汉的铠甲,原来他拿的是训练用枪,李婉满脸赞赏地告诉他, 没想到他连李婉的祖传宝贝都能刺穿。 唐风又问李婉,李婉的武器也是训练用的吗? 李婉告诉他不是,而且被砍到的话会死,随后便嘱咐唐风早点回去休息。 李婉不会真的让他死,只是借机锻炼他心性而已。 而且,唐风最后一枪避开了喉咙,这足以可见唐风的品格可贵。 三个月后,热闹繁华的长安城,唐风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自从比武过后,就天天被李婉揪着练舞。 今天趁李婉服兵部履职,他可要好好在长安城逛逛, 虽然他身上只有捡来的两枚铜板。 他在长安城绕了两个钟头后,路过一处听到了呼救声, 声音从墙后面传来。 等他过去的时候,发现是一位少女被两个无赖围着, 无赖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从少女背后的墙头翻了上来。 唐风坐在墙头上,一边吃着糖葫芦。 一边问他们,不会要光明正大抢抢民女吧? 长安城治安这么差吗? 两个无赖愤怒地斥责他,哪里来的野小子敢坏大爷的好事? 他们老大的爹可是长安巨父薛半成的大总管, 惹了他小心给唐风好看。 但唐风丝毫不怕,反而嘲讽他们也只是这个总管儿子的小弟。 那么嚣张,还以为他们是薛半成的爹呢? 底下的少女被逗得扑吃一乐,唐风看向他说,你还笑? 要是他打不过他们,他可就要被抓走了。 少女却觉得他这么自信,不可能输。 见自己被无视的无赖,愤怒地举起刀对着唐风,说要杀了他。 但随后,他们身后的巷子口,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们的老大。 看他们这么久不回来,就过来看看。 无赖二人组,指着唐风,朝他告状。 唐风此时正被少女,扶着爬下墙。 老大看到后,内心讥讽不堪。 面上,却只问唐风需要帮忙吗? 唐风一边说着不用,一边从墙上往下爬,帮他的少女问他真不行啊。 这下完了。 但唐风却告诉少女,自己这是在扮猪吃老虎。 等他稳稳地站在地面上后,便把少女护在身后,问老大就是他指使小弟强抢名女吗? 还有没有往返了? 老大冲唐风一抱拳告诉他,都是误会。 少女是他们府上的奴婢,偷了东西逃跑,他们是来抓他回来的。 少女哭着反驳自己没有偷东西,也不是丫鬟。 这时候,无赖二人组又跳出来说,他们老大才不是看少女好看,才要绑人。 老大一脸尴尬地骂他是个蠢货,然后下令他带来的小弟把唐风和少女拿下。 唐风看着他带来的小弟们,启动了霸王之力,要让他们好好见识一下。 被女魔头李婉虐待三个月的成果。 老大见此虽有心慌,但还是觉得自己人多,能一起干掉他。 结果下一秒,他带来的小弟们,就被唐风一拳一个打飞了。 很快唐风便把所有小弟都打趴下了。 老大跌坐在地上,一边害怕地向后退去,一边向唐风认错。 就在唐风想好好教训他的时候,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人。 他一惊,难不成老大还有帮手。 但身后这人,却一看就是个高手。 紧接着,皇帝和皇后便从高手身后走了出来。 唐风猜测是官府的人,连自己也要抓怎么办。 就在这时他身后的少女,却喊了一声爹爹,一边埋怨,一边朝皇帝扑了上去。 皇帝笑着安抚着少女,皇后也过来拍他的肩膀,问他这回长记性了吗? 少女告诉他们,是唐风几下就把那些人全都打倒了。 但地后二人却拥着他走了。 身后的唐风一脸愤懑,连谢谢都不说。 这时,那个高手走了过来,对他表示感谢,在询问完唐风的名字后,告诉他,还想要命今日之事,便不可外传。 这威胁让唐风更加愤怒了。 另一边少女问皇帝不给唐风赏赐吗? 皇帝告诉他,会给,但不是现在。 唐风回到李府。 刚进门,就有等候再次的丫鬟告诉他。 国公吩咐,他去一趟正厅,等唐风来到正厅,国公让唐风过去,给他介绍两个人,都是当今的两位驸马。 两位驸马告诉唐风,他们三家都是市郊,今日特地来带他去各处走走。 唐风刚想谢绝掉他们的好意,就被一人揽住了肩膀,问他可曾听过胡月楼。 随后,唐风便被带到了青楼,门口的老宝一脸热情地招待他们进去。 唐风三人组站在青楼门口,看着青楼内热闹无比。 驸马问唐风,觉得这胡月楼如何? 唐风却想,如果被李婉知道了,他就完蛋了。 但他又很想进去长长见识,于是他低着头,坚决地走进了青楼,但却因为走神撞到了人。 那人回头愤怒地斥责他不长眼,唐风拱手道歉。 他旁边的驸马却认出,此人是屈平安。 屈平安嘲讽唐风是个土包子,说他原来也只是个攀亲戚的窝囊废。 唐风拉住想冲上去李婉的驸马,反唇相击了回去,就在众人即将打起来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说,梦大家的残尸展示出来了。 只见两个少女举着一副对联,上连是青丽鱼儿捅掉眉,下连是冰箫写上江南井。 驸马告诉唐风,如今最重要的是想好怎么对尸。 屈平安听到后,却不屑地嘲讽唐风,让他滚回去重地。 驸马这时才告诉唐风,屈平安爱慕着李婉,唐风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屈平安一直针对着他。 见有人觊觎自己老婆,唐风这口气怎么也要争回来,于是面对屈平安的冷嘲热讽都视若无误,坚定地要上前去对诗。 被吵到的吴王听到这里,也觉得唐风是农民不会写诗,但见唐风信心十足也来了兴趣跟了上去。 只见唐风站在卷轴前手里拿着毛笔,帅气地挥笔甩墨,在卷轴上刷刷地写下了一首诗。 人群中传来阵阵赞美声,吴王也站出来夸赞。 这时,楼上传来孟大家的声音,唐风补的这首诗,他很喜欢。 按照规定,唐风可以上楼去,驸马验线地告诉唐风,孟大家这是在邀请他进入他的花阁。 但唐风却婉拒了孟大家的邀请,他只是因为受人刁难财旭的残尸,无意去孟大家的花阁。 此言一出,震惊了四座,孟大家跪坐在花阁内也是一阵惊讶,随后便记住了唐风。 没过多久唐风便找借口告辞离开了,不等驸马挽留,撒腿就跑。 三日后的皇宫内,皇帝找来了李静,询问他是否招了个赘婿。 李静告诉皇帝,自己是受好友唐云辉所托,招了他儿子做赘婿。 随后皇帝便问道,李静对唐风的武艺怎么看? 李静虽疑惑,却也告知唐风身手确实不错。 没想到皇帝的最终目的,是想在三日后的比武台上看到唐风。 李静无奈,却只好答应。 只见唐风半夜三更还在练舞,李婉站在他后面盯着他。 唐风问他,为什么自己晚上也要练? 李婉告诉唐风,皇帝点名要他参加武赛大比。 唐风一脸震惊,但具体李婉也不清楚。 只知道,皇帝一向对比武性质很高,皇帝的关注对象会成为众矢之地。 所以,唐风如果想要保住性命,最好现在多练练。 唐风觉得,现在练也来不及了。 仅是李家家臣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于是他决定求助于武神聊天群。 唐风并没有邀请同时带李白进入聊天群,可他却收到了隐藏角色李白的红包,获得了清联剑法,提升了灵巧度和敏捷度。 李白是群聊自动加入的,而孙并则在李白进群的时候,替唐风说了他该说的话。 唐风刚一进群,就收到了红包。 李白师从唐朝第一剑客匪名,有了李白的清联剑,唐风的信心增加了不少。 接着他试探性地询问有没有属性面板,没想到人性化的系统真的有。 唐风觉得属性板上的面值低,但转念一想,一对比说不定别人的更低。 唐风询问系统如何知道别人的属性,系统告诉他需要与人交手,系统会评估。 随后他便被李婉一巴掌拍清醒了,李婉疑惑他为什么愣住了。 唐风解释没什么,李婉问他为什么盯着自己看,是自己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 唐风询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大比,明明李婉武功也很厉害,李婉却说自己已经参加过了。 大比只有年轻一辈才能参加。 唐风觉得他既然参加过了,正好可以给自己做个参考,于是就问李婉可不可以和他切磋一下。 话还没说完,就感受到一阵浓烈的杀气,只见李婉笑得温柔,好啊,那就切磋切磋。 唐风看着浑身散发着浓郁杀气的李婉,疑惑自己是不是哪里惹到他了? 看李婉这个样子,是想对他下死手啊。 李婉却说自己怎么敢生唐大才子的气。 唐风心里一惊,胡月楼的事情果然还是被李婉知道了,但李婉的杀气却在这个时候散掉了一半。 这时,李婉向他保证不会欺负他,自己只用五成的功力。 尽管如此,唐风还是感受到了很强的压迫力。 随后,李婉不给唐风反应的机会,手握着剑便向他攻了过来。 到了唐风面前,李婉挥剑直指唐风的脑袋,速度快到他根本来不及闪躲。 唐风立马使出了霸王之力,将李婉挥开。 这时,系统开启了对李婉的属性质评估。 唐风吃力地拿着枪,李婉速度太快了,他拿着枪对着李婉的剑,很是吃亏。 紧接着,系统传来报告,李婉的评估存在误差,建议多次评估矫正数据。 李婉毫不留情,砰砰砰地朝唐风挥剑压着他打。 唐风防不过转身就跑,李婉却追着他打。 不一会就传来系统的声音,李婉的评估完成了,但唐风却见李婉的属性质并没有比他高到哪里去。 切磋结束后,李婉夸赞他,有自己七成十例,就可以拿到名次。 这下唐风知道,他消气了。 李婉走势回头告诉他,上届大笔第一名就是自己。 比武当天,一众青年豪杰聚集在比赛场内,李靖提前到场,见到了好友魏征和程之杰。 二人询问李靖为什么要给自己女婿报名大笔,就不怕伤着了,拖累李婉。 李靖却笑呵呵地让他们等着看,等会有他们吃惊的。 魏征疑惑他难不成,还真有把握。 程之杰家的程处莫因为上次被李婉赢了,到现在都还在念叨他。 李靖谦虚了一番后,程之杰也道,今天就看唐风的表现了。 唐风到了比武场感受到了紧张,他身后被家里人逼过来的两位驸马,上来问他是否也要参加大笔。 唐风看着二人打闹,询问大笔内容。 程处莫告诉他大笔一共有三天,第一天是出赛混战,规则只有不能用武器和不能攻击弃权的人,第二天就要看皇帝的具体意思了。 唐风听后,心里思索一番,原来如此。 这时,听到有人敲锣,请大笔选手入场。 程处莫马上拉着唐风走进比武场内,唐风正疑惑这么多人一起比会很混乱。 程处莫却告诉他一百人一组,大概淘汰六七十个人,这轮比赛就会停止进行下一组,直到没有人参加为止。 没过多久,唐风突然发现身后的人有点像屈平安。 他疑惑屈平安也练武吗? 程处莫回头看去,还真是屈平安。 当下便要带着唐风赶紧走,他和屈平安的武艺水平不相上下。 但屈平安人品不行,屈老爷子在的时候,还能管住他,逼他练武。 屈平安在当时年轻一辈也算厉害,现在看着这么虚,完全是因为不知节制,花天酒地造成的。 成出量怕的是,他们打不过,屈平安身边的两个羊子。 而此时,屈平安这边也在和小弟商量,见到唐风要揍他一顿,没想到自己正要找他们,他们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只见他带着两个小弟来到唐风面前,要让唐风他们知道得罪自己的后果。 随着比武开始的鼓声,屈平安对着两个小弟下令,带着唐风往死里打。 成出量想要带着唐风快跑,但唐风却不为所动,觉得只是几个蝼蚁而已,没必要跑。 屈平安恼怒地斥责他,并让两个小弟打断他的腿。 两个小弟闻言,一起朝唐风攻了过来,成出量着急地提醒唐风小心。 唐风冷笑一声,一手就抓在一个小弟脸上,把他砸到了另一个小弟身上。 紧一招,他就把两个人都制服了,紧接着,他便朝颤抖的屈平安看去。 该轮到你了。 屈少爷,大笔之前,唐风曾专门和李府上下切磋了一下,包括丫鬟,军事等等。 经过多次测量他发现,系统的计算方法,就是单纯的加法。 所以对于现在的唐风来说,对付普通五人,几乎是纯粹的碾压。 他把两个小弟打得怀疑人生,接着他就要和屈平安算账。 但屈平安却让他别过来,自己投降了。 成出量劝唐风不要冲动,攻击投降的人会被取消资格,但唐风却是一个记仇的人,屈平安要打断他的腿。 他把屈平安踹出去,送屈平安退场。 比赛结束,唐风和成处亮都还在场上,唐风感觉并没有怎么费力。 成处亮告诉他,第一天高手都没有怎么出力,把体力留到明后天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出场后成处亮相防衣爱讲述比赛场上的事,三个人一路边走边聊。 第二天一大早,唐风就看到李婉衣改之前的装扮,打扮得精致漂亮,美丽动人。 他疑惑地问怎么回事?李婉却直接吩咐丫鬟给他更衣。 唐风一脸菜色地看着捧到面前的衣服。 不是吧,又来。 李婉给他解释,这衣服是前几个月为他定做的,在昨天才赶着出来。 等唐风换好衣服,李婉看着觉得还不错挺合身的。 唐风猜测,这次这么郑重,是又要给李家冲脸面了吗? 但李婉却没有解释,直接带着他出门了。 长安城的演武场外,人群熙熙攘攘,唐风看过去只感叹人好多, 很快就有人宣布,参加大比的人,从左门进入等候区。 唐风这就和李婉告别进了左门,他进了门才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人, 点名被点到的人都挨个往里走。 等点到侯文心的时候,有人疑惑他,不是已经在军中任职校尉了吗? 怎么今天也来了? 听到回答声,他们才发现,侯文心就坐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并且,此人身上散发着一股强者的气息, 呈出量给唐风解释,此人一身蛮力。 无人能敌,很有名,唐风和侯文心对世上的那一刻, 心里清楚,此人来者不善。 比武场上,有人宣布,负赛力量赛,也就是设议比赛。 参赛者按顺序入场,在左边武器架上选择弓箭, 弓箭有四个品级,每把弓配有三支箭, 射中场地中心三展登陆的人,就可以晋级下一轮比试。 唐风听到是弓箭比赛,当即决定去聊天群寻求帮助, 这次只有获具病,给他发了红包, 红包内容是百步穿扬,掌握真髓,领悟高级剑法。 等唐风回过神来,听到陈处亮在他旁边,震惊地说道, 方才侯文心上台,拿了武弹弓。 随后,陈处亮便给他解释,武弹弓相当于演绎武侠小说才有的实力。 侯文心站在比武台上,底下一片惊呼声, 他握紧弓身,突然身上青筋凸起,大喊一声拉开了弓。 然后,嗖的一声,就把剑射了出去,准确无误地命中了一支灯笼。 观赏台上,皇帝对皇后称赞侯文心很是不错, 但皇后却说他虽是英勇过人, 但比起上界的陈处末,黎婉等还是略逊一筹, 皇帝听到后顿时高兴了起来,说得好。 此等人才层出不穷,大唐怎能不强胜。 很快,侯文心便拿着武弹弓命中了两件。 令唐风没想到的是,拉弓系统也能测量出侯文心的属性, 就在唐风还在算着属性值的时候, 陈处亮提醒他快点上台比试了。 唐风上台先选择弓箭, 他站在一排弓箭前,挑中了一把七弹弓, 旁边有人提醒,但他立即开启了霸王之力, 然后刷的一下拉开了弓,动作利落地搭上了箭。 随后猛地将箭射了出去,击断了灯架, 这一举动震惊了看台上的众人, 观看的人脸上都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紧接着就是一片喝彩声, 但唐风垂下的手臂却一直在发抖, 七弹弓果然不太好拉。 不过这一件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人群都在为他欢呼, 藏桌对于他来说, 确实是一个能够很好保全自己的方法, 但这是人才辈出的大唐, 不灭个国都称不上名将的大唐, 一个如果不争取机会, 就会黯然失色的地方。 比试越到后面越无聊, 除了侯文兴和唐风, 其余的都只能拉开一弹弓, 这导致皇帝越来越没兴趣, 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无聊地靠坐在椅子上。 皇后却说, 设议比赛后面才是正式比赛, 现在展示实力, 只会成为众矢之地, 皇帝冷亨, 畏首畏尾成何体统。 随后便吩咐太监, 让所有人都上台一起比试。 唐风拒绝了程初亮的好意, 给自己的手缠上了绷带。 程初亮调侃他拉的开七弹弓还怕痛, 唐风却不以为意, 他发现自从自己下了比武台, 侯文兴就一直盯着他, 想要报复他。 咚咚咚咚, 下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比赛是两两对决, 失败者就会被淘汰。 49位晋级者按抽签来决定比赛对手。 唐风注意到49人, 也就是说, 每轮比赛都会有人轮空。 程初亮乐观地表示自己只要不抽到侯文兴, 谁都可以, 说不定还能拿到名词。 但唐风却一脸担忧地告诉他, 就不担心怕什么来什么吗? 选手依次上台进行抽签, 没想到是唐风抽到了轮空, 而程初亮也确实没有抽到侯文兴, 他的体型也让他占据很大的优势, 靠蛮力在比赛中稳战上风。 这时, 突然有太监来找唐风, 告诉他有人要见他, 这太监恭敬至极, 唐风猜不到是谁要见他。 到了地方才发现, 原来要见他的人, 是皇帝的长子李承前, 唐风拱手询问找他来有什么事。 李承前却叫他不必拘礼, 自己曾在胡月楼见过他, 只是当时不方便露面而已。 随后, 他便大家夸赞唐风文武双全。 唐风一边说着过誉了, 一边心理担心, 他是来拉拢自己的。 李承前本是太子, 曾因听信谗言夺敌失败, 被贬为了庶民, 他本意不想参与其中。 而太子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身给他介绍自己身后一身女侠打扮的人。 就在这时, 皇帝突然发现了前方走廊的这三人, 他立马愤怒地拍案而起, 唐风这个混蛋是想勾搭他的闺女吗? 但皇后宽慰他, 毕竟唐风救过李长乐, 就是说几句话也未尝不可。 皇帝却吩咐太监去把太子叫过来, 并且让人下场比赛好好关照唐风。 没想到下一场唐风就抽到了侯文心, 程处亮曾告诉他, 这个侯文心是夺冠的热门, 而在这一场轮空的人却是程处亮。 他听到唐风抽到了侯文心时, 一脸震惊, 唐风看着一脸杀气盯着他的侯文心, 难道要提前决赛了? 比赛开始, 他和侯文心各自占据舞台一边, 咚咚咚咚咚, 鼓声传来比赛开始, 唐风回忆起自己和李长乐聊天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侯文心比赛, 这人的模样看着就像终极大boss。 侯文心一脸兴奋地看着他, 轮起了自己的大铁锤, 他是个舞痴, 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令人兴奋的对手了。 只见侯文心轻轻爆起, 从地上弹射起来, 举着大铁锤就朝唐风砸了过去, 今天他要站得痛快, 唐风举着尖枪应对, 却没想到自己的枪一下就被弹开了, 他心里暗道不好, 要硬挡下侯文心这一锤了, 尽管他立即启动了霸王之力, 但霸王之力却还处在技能冷却中, 咚的一声, 他被侯文心打出去好几米远, 台下观战的李家人都紧张起来, 皇帝却不以为意, 就应该这样好好修理唐风, 程初亮提醒唐风打不过就从台上跳下去, 别被打死了, 侯文心觉得他说得不错, 唐风最好现在就从台上跳下去, 侯文心本以为唐风有些实力, 没想到是个一锤都接不住的废物, 和唐风打浪费他时间, 唐风的力量和他差不多, 挨着一锤也仅仅只是握枪的虎口受了伤, 而手指也是因为之前拉弓受伤了, 他正思索着是不是自己的耐力太差时, 侯文心见他无视自己, 愤怒地举着大铁锤朝他弓了过来, 只见他一套动作下来, 铁锤带着呼呼的风声朝唐风砸了下来, 唐风猛地躲开, 侯文心一锤砸在了地上, 他看着唐风恼怒于他的速度也很快, 随后他又轮起铁锤, 唐风虽然能躲开, 但这样下去只要一有失误, 他就完蛋了,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原来是他收到了项羽的红包, 唐风着急地喊道快给他打开红包, 他要顶不住了, 侯文心一边压着他打, 一边嘲讽他, 开始说胡话, 就在这十项羽的红包终于打开了, 唐风立马获得了技能汗衫, 可以让他全属性提升百分之百五秒钟, 冷却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唐风暗自惊讶, 但很快, 他就在侯文心惊讶的目光中, 双手举起尖枪, 猛地朝侯文心甩了下去, 侯文心立马举起大铁锤格挡, 他身上轻轻抱起双腿颤抖, 这速度和力量根本不可能是唐风所拥有的, 但唐风却把枪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把他打在地上, 侯文心一脸愤怒地抬头看着他, 唐风的肩枪带着呼啸的风声, 朝侯文心刺了过去, 他速度快到, 肩枪闪出了残影, 侯文心格挡不及, 被刺的遍体鳞伤, 五秒钟的时间太短了, 他必须要速战速决, 最后一击唐风猛地挥动肩枪, 砰的一声, 侯文心被击出了场地, 唐风获胜了, 这一结果, 顿时震惊了四座, 比赛结束的这天晚上, 李甫传出阵阵爽朗的大笑声, 李静让人换大碗来, 他要和唐风一醉方休, 他蹲蹲蹲地喝了碗酒, 得意地告诉唐风, 程咬金那老东西都看傻了, 古代的酒度数不高, 但李静这才喝了几杯, 就开始面色通红, 唐风担心李静真的喝醉, 只好推字说自己真的喝不动了, 李静嫌弃他年轻人, 喝不过自己这个老年人, 叫人来给他把酒都满上, 就在唐风不知道怎么应对李静劝酒的时候, 李婉在旁边提醒明日大笔肯定更为激烈, 还是不要让唐风喝了, 李静这才作罢, 吃完饭唐风跟着李婉走出房门, 唐风看着面前的李婉走得缓慢无比, 知道他是在等自己, 难不成李婉被自己今天比赛的英姿迷住了, 他在心里暗暗幻想着, 要让李婉明白, 如今的他高攀不起, 李婉却面无表情地回头盯着他, 就在他疑惑李婉是不是要表白的时候, 李婉给他扔过来了一个瓷瓶, 告诉他这是图外商用的药, 见唐风接过药, 李婉转身就走了, 唐风回到偏房打开武神聊天群, 今天多亏了项羽送的汉衫, 不然他就真的输了, 唐风向项羽道谢, 项羽却爽朗地表示能帮到唐风就好, 唐风这次很幸运, 但总依赖聊天群里的人也不是办法, 他需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解锁了升级功能, 唐风一脸惊讶, 系统升级功能解锁后, 唐风可以通过更科学有效的训练, 或者和强者战斗积累经验值, 经验值累积到一定数量, 也可以转化为属性点, 这下唐风自己就能升级了, 这时, 孙并又发来消息, 他见唐风技能已经够用, 便猜测, 唐风还需要些属性支持, 随后便给唐风发过来了红包, 紧接着, 群里其他人也纷纷发起了红包, 唐风惊讶, 孙并真的太伤道了, 看来群里这些大佬, 是不想让他努力了, 大比第三日, 这场比赛规则是, 每一轮参赛人员13人, 总共分为6组, 轮空的那个人直接晋级, 皇帝坐在看台上, 催促太监快点宣布比赛开始, 剩下的人都是高手, 看得他都想下场活动活动, 但随着皇后的提醒声, 他立马打着哈哈说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不会真的下去的, 嗖的一声响, 唐风的长枪和苏庆元的长枪打在了一起, 他从下往上挑起对方的长枪, 一枪过去, 伤到了对手的脸, 苏庆元猛地弹跳开来, 唐风劝他不要坚持了, 他不是自己的对手, 但他却不认输, 唐风脑海里浮现出苏庆元的属性点, 紧接着他便看到苏庆元又冲锋了过来, 这小子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吗? 明明知道打不过他, 随后, 苏庆元就被唐风一枪挑飞了, 被击倒后, 苏庆元手里依旧紧握着长枪, 并且很快就爬起来, 又朝着唐风冲了过来, 这样下去比试只会没完没了, 苏庆元太耿直了, 只会被对手一眼看穿, 于是唐风最后一枪直指苏庆元的喉咙, 苏庆元吓了一跳, 握着枪的双手都在颤抖, 唐风淡淡地提醒他, 双手握枪可是要比单手握要短一掌, 虽然苏庆元喉咙出的伤口很浅, 但不及时治疗, 是有可能会死的, 可是苏庆元还在犹豫, 这时台下突然有人喊道, 够了, 苏庆元认输吧, 苏庆元回头看过去, 惊喜地发现是自己的哥哥, 苏庆杰笑着告诉他价格不好请, 还好赶回来了, 见到哥哥回来了, 苏庆元立马投降下台了, 这时唐风突然想起李婉曾说过, 苏庆杰是上次大比的前三名, 不知道是李婉给的伤药的原因, 还是群里大佬给的属性的原因, 仅仅是一晚上, 唐风手上的伤就好得差不多了, 不仅如此, 他明显感觉身体耐力提升了许多, 皇帝告诉皇后, 他曾派人查过唐风, 但唐风的身份确实只是个农民, 也是尽了李府才开始习武, 皇后猜测他或许是天生神力, 就和玄霸一样, 这边高吕行疑问唐风和成出亮二人为何一直盯着他看, 二人表示只是因为他武艺精湛,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高吕行却羡慕成出亮两轮都轮空了, 唐风总觉得高吕行给他的感觉很虚伪, 二人互相谦虚了一番, 都表示在之后的交手中会全力以赴, 但令唐风感到棘手的是, 申国公高是连是长孙皇后的亲舅舅, 打伤了皇亲国妻会吃不了多着走, 放水又有可能打不过高吕行, 比赛结束后, 胜出的选手除了唐风以外, 还有五位, 成出亮则两轮轮空直接晋级, 紧接着是中场休息的时间, 下轮比赛会在一个时辰后开始, 地后本来预期的前三名被唐风击败了两个, 如今看来, 另一个也不是唐风的对手, 这样一来场上就没有人是唐风的对手, 但皇后注意到皇帝嘴角的笑容, 她正惊讶, 就听皇帝道, 毫无悬念的比赛, 太没心意了, 想赢还得多拿出些本事, 于是, 最终比赛的规则, 是以淘汰的顺序排名, 听到规则后, 比舞台上一阵安静, 随后很快就有人提议, 先把唐风淘汰掉, 这个提议赢得了大部分人的附和, 比赛开始, 张成双提议他从正面牵制, 其他人从侧面包抄, 唐风冷静地挥出长枪, 刺向正对的人, 张成双一边格挡, 一边催促其他人快点动手, 唐风看着其他人三面包围着他, 远处还有一个伺机偷袭他, 这样的情况下, 霸王之力用处不大, 汉山的时间又太短了, 他正思索着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有人替他挡住了背后的偷袭, 原来是高履型, 紧接着陈处亮也掺和进来帮助唐风, 其他人怒吼他们不想那名次了, 就这么看不清形是吗? 陈处亮虽然是个粗人, 却也知道讲义气, 打不过他, 但可以拖住他, 这下场上, 唐风一方是三个人, 另一方有四个人, 张成双提议先淘汰唐风, 再去帮助其他人, 唐风冷冷地看着张成双, 随即挥过长枪猛地攻向他, 想淘汰自己, 也得看看有没有这个实力, 皇帝本以为会是六打一, 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唐风的极限在哪里, 结果没想到是分成了两组, 坑枪一声, 唐风的长枪直直地扎在张成双的刀上, 速度快力气大, 张成双很快就撑不住了, 这是不远处等待着偷袭机会的人, 甩动着手里的流星锤走了上前, 唐风心里一惊暗道不好, 果然流星锤猛地甩了过来, 缠住了他的脚腕, 见此举成功, 张成双一阵叫好, 紧接着流星锤被猛地一拉, 光的一声, 唐风被拉得摔倒在地, 抓到这个好机会, 张成双立马高举着刀砍了下来, 成出亮大吼唐兄弟小心, 随即不顾身后砍过来的刀, 把自己手中的斧头扔了出去, 张成双如果不停手, 肯定会被斧头砍到, 他想夺冠就只能挡下斧头, 啪的一声, 斧头被挡飞, 唐风也借此机会站了起来, 但唐风回头看去, 只见一人从成出亮的背后砍向他, 大叫着去死吧, 唐风看到成出亮被砍倒在地, 满是愤懑地同时启动了霸王之力和汉山, 轰的一声, 他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 张成双大吼着, 让断星赶紧把唐风拽倒, 但断星拼尽全力拽, 唐风却纹丝不动, 紧接着, 张成双挡在面前的刀被一枪击碎了, 然后长枪刺穿了他的肚子, 将他击飞了出去, 他看着唐风还维持着扔枪出来的姿势, 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把枪扔出来的, 断星看着张成双被击飞, 下一秒, 手里的流星锤就被唐风握住, 然后猛地发力将他拽了过去,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扑向唐风, 然后被唐风一脚踹飞了出去, 等解决掉了这两人, 唐风回头看向砍成出亮的人, 那人看着杀气凛然的唐风, 被吓哭了, 他扔下刀立马投降, 另一个人也高举双手表示投降, 可唐风却很明显, 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成出亮害怕唐风把他们打废了, 惹上麻烦, 立马说自己皮糙弱后挨一刀没啥事, 唐风蹲下去扶成出亮, 问他感觉怎么样, 成出亮却表示只是皮外伤, 而且很乐观想, 他居然也进了前三了, 唐风让他赶紧下去养伤, 随后暗自思索, 自己刚刚捅穿了一个活人, 却没有什么感觉, 要知道以前的他, 可是连个螃蟹都不敢杀, 他真的很讨厌些, 唐风本是觉得高旅行有点危险, 才想留着技能等着对付他, 却没想到, 亥诚出亮挨了一刀, 高旅行说场上只剩下他们二人, 唐风可需要休息一下, 唐风回绝了, 他技能全开, 已经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了, 高旅行还淡定的邪门, 场下苏庆杰给唐风扔过去了一把长枪, 见唐风看过来, 便笑着多谢他方才手下留情, 唐风接过长枪到了声谢, 随后高旅行便知会, 他自己要开始攻击, 台上的地后叹气, 唐风的气势连他们都感到心惊, 就算是场上的老家伙们, 年轻时都没有这种气势, 皇帝甚感欣慰, 但这时, 比舞台上突生变故, 高旅行手中的虎头钩, 卡住了唐风的长枪, 他说了句得罪, 然后右手上的虎头钩, 便猛地朝唐风击了过去, 高旅行本以为这一击唐风必输无疑, 没想到下一秒, 他就震惊地睁开了咪咪眼, 这一击下来, 唐风只是衣服, 被划伤了, 自己却半点也没受伤, 看来是衣服中有什么玄机, 唐风朝着场外的李婉看去, 只见李婉羞红了脸扭过了头, 高旅行大笑着问唐风穿的, 可是铁线衣, 唐风却疑惑, 这不是内甲吗? 高旅行和他解释, 因为内甲非常昂贵, 所以比赛是不允许穿内甲的, 这样对平民不公平, 高旅行一边说着, 唐风穿着铁线衣, 却丝毫不受影响, 真是身藏不露, 一边重新燃起攻势, 唐风扯了扯自己烂掉的衣服, 直接脱下来, 扔到了一边, 只露出了精壮的上半身, 台下李婉红着脸, 听着丫鬟们在他耳边夸赞唐风的进步, 台上高旅行身上, 爆发出熊熊的气焰, 随后两个人你来我往地比对了几回合, 只见唐风不停挥舞着, 长枪刺向高旅行, 但都被他一一格挡了下来, 就在唐风的长枪, 马上就要被他勾住的时候, 唐风发力破开他的封锁, 将长枪收了回来, 武器不能很好地进攻, 这让唐风又急又恼, 他就算是用蛮力, 将长枪对着高旅行猛地砸下去, 也都被高旅行的兵器挡住, 并且高旅行根本不和他硬拼, 打出去的力都被卸掉了, 唐风这次打出去的长枪, 被高旅行躲开, 打在了他旁边的地上, 高旅行顺势将虎头钩压制在长枪上, 一路向上砍向了唐风, 唐风扔下枪猛地躲开, 来到舞台边缘冲着李婉喊, 娘子,借剑一用, 周围的人都看向了李婉, 李婉害羞地头晕脑胀, 把自己的配剑取出来扔了过去, 正好砸在了唐风脸上, 唐风刚树立起来的猛男形象, 一下就被毁完了, 紧接着唐风燃起了斗势, 他一边向前走, 一边将剑拔出来, 右手握住剑柄, 甩向了高旅行, 被挡开后再次双手握剑砍了过去, 高旅行的虎头钩在空中划了个十字, 挡开了这一击, 唐风接着飞身向高旅行刺去, 唐风手中的剑就算被勾住也能及时抽出脱身, 他的力量高于高旅行, 如今高旅行已然气息不稳, 速度也慢了一些, 是时候决一胜负了, 唐风握住剑猛地使出了青连剑五次向了高旅行, 只见沿着唐风挥舞剑的轨迹, 留下了一道道红色的气焰, 二人拟来我往几回合后, 唐风使出最后一招时, 身上幻化出了青连剑尊的虚影, 高旅行奋力格挡, 等二人的气焰分开后, 高旅行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痕, 他输了, 但唐风赢了, 却并没有很高兴, 高旅行明明可以获胜, 为何故意求输? 高旅行则笑眯眯地表示, 自己已经全力以赴了, 更何况取得名次后, 麻烦事也不少, 尤其是上一届无比魁首, 也是李嘉赢得, 高旅行就借口脖子不舒服离开了, 比赛结果宣布, 唐风获胜, 人群中传来阵阵欢呼声, 这时, 有太监端着衣服来告诉唐风, 陛下有纸招他觐见, 唐风穿好衣服, 跟着他们来到地后面前行礼, 皇帝笑呵呵地说自己, 曾在出巡时见过唐风, 没想到他武艺竟如此高强, 唐风面上谢过皇帝, 心里却在疑惑, 史书上不是说, 李世民喜怒无常吗? 皇帝问, 唐风这个魁首想要什么赏赐, 但唐风却只想建功立业, 恳请皇帝可以让他进入军中, 为国效力, 皇帝则突然一脸阴狠地问他, 去北地怕不怕, 唐风心里一惊, 在这个时空, 北方突厥在去年集结大军和唐军血战, 这让整个北地成了人间炼狱, 而如今也已经到了双方决战的时候, 长安城家的世家子弟都在尽力避免去北地, 但对唐风来说, 那里也是个最好的正军宫的地方, 于是他向皇帝行礼, 身为男儿, 因至在封郎居须, 皇帝听闻此言大喜过望, 马上便封唐风为萧其位, 随和间郡王一同前往北地, 如果唐风能在北地大有作为, 回来封赏不会少, 很快就有太监宣布了武赛大笔的封赏结果, 第一名的唐风自然是正六品萧其位, 散场时, 唐风和李婉分道扬镳, 他先去看了看成出量的伤势, 当天晚上, 唐风刚回去, 就脱了鞋子躺上床, 打斗累了一天, 就算是这个破床也让他幸福无比, 正当他想休息的时候, 武神聊天群里项羽突然发起了红包雨, 唐风看着一个个红包朝他飞了过来, 群里其他人都纷纷抢到了黄金, 唐风长到大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为了防止红包被抢完, 他立马拿出了单身二十年的实力抢红包, 随着系统的播报声叮叮当当地响起, 唐风共抢到了四千七百多两黄金, 报复来得太突然, 唐风总算不再身无分文了, 而项羽之所以发这么多红包, 则是因为他攻破了咸阳城, 唐风这才知道武神聊天群的存在, 悄然改变了每个人所在世界的历史, 正史中, 巨鹿之战后, 是刘邦攻破了咸阳城, 这么看来, 项羽没准能战胜刘邦, 而在另一个时空中, 项羽站在坑崖边居高临下地, 看着坑中的俘虏, 他身边的老者劝他在坑杀数万秦军之事上三思, 项羽则不满道, 亚夫是想一句话, 让他忘记血海深仇吗? 而唐风则在看到项羽说要坑杀所有秦军时, 顿时着急了起来, 他要阻止项羽杀掉那么多人, 于是他假冒仙人的身份, 高深莫测地劝阻着项羽, 项羽看着坑中的秦军咬牙, 最终他下令禁止军队劫略百姓, 秦军愿意归顺他的, 吸纳进来补充兵力, 武神聊天群中, 霍去病表示自己也遇到了点麻烦, 希望各位也能为他出出主意, 他现在在攻打匈奴的路上, 但却找不到匈奴的大本营, 甚至此时粮草也快没有了, 群内的众人有的劝他谨慎而行, 有的劝他放手一搏, 唐风也记起来这一段历史, 当时年轻的霍去病与亲戚八百, 百里富力大获全胜, 被封为冠军侯, 于是唐风告诉霍去病, 蝉于大本营应该就在他附近, 听闻此言, 霍去病立马下令接着找, 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白玉京内的神仙给他的指示, 马车搁之作响, 唐风被带到了胡国公府, 唐风不知道胡国公找他来有什么事, 但传闻中, 胡国公身体不好这件事倒是真的, 就在这时, 唐风突然听到一声大喝, 接枪, 他回头看去, 只见一把长枪直冲他的脑袋而来, 唐风躲开握住了长枪, 紧接着他拿着长枪看过去, 只见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不停地攻击着他, 黑衣男使用的是罗家枪法, 他质问唐风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此纯熟的罗家枪法, 胡国公见状立马呵斥黑衣男停手, 给唐风道歉, 黑衣男员来叫罗通, 是胡国公表弟的儿子, 他立马向唐风道歉, 自己只是因为听闻唐风也精通罗家枪法, 才出手一事, 这罗通也是武艺高强, 曾挂帅扫北利宫的少年英雄, 不开技能的情况下, 唐风打不过他, 但罗通的父亲却在他小时候就死了, 这导致罗通的枪法并不是清传的, 所以不如他熟练, 胡国公也说明了见唐风的来意, 罗通父亲去世后, 罗通都是跟着枪普练的枪法, 那么唐风的枪法是谁教的, 而会罗家枪法的燕云十八旗, 也已经被驱散, 而胡国公觉得唐风精通十八般武艺, 只有效忠于罗家的燕云十八旗能教得, 唐风刚才还在发愁, 自己要怎么解释, 这下只需要顺着他说的就行了, 胡国公听言摸着胡子大笑, 燕云十八旗只听从他表弟的话, 那么唐风跟他表弟是什么关系? 唐风自幼父母双亡不知道, 正得六年, 皇帝遭前太子陷害入狱, 唐风的父亲为了家人离开了长安城, 离开的那段时间得了重病, 只有一名叫唐燕的女子在他身边照顾, 而唐风在这个世界的母亲正好叫唐燕, 但他依旧告诉胡国公自己的父亲是唐云辉, 这点唐家村的人也能作证, 胡国公觉得唐风父母都姓唐, 不会成婚, 唐风一边觉得古代果然还是有历史局限性, 一边又确实解释不出来, 最后他只能一口咬定自己的父亲就是唐云辉, 并且紧接着要告辞了, 罗通觉得叔父认错人了, 可胡国公却觉得他和唐风长得相似, 到了晚上, 李府又一次传来了李静爽朗的大笑声, 这次唐风第二日没有比赛, 而且拿了第一名, 可要好好喝一顿庆祝一下, 李婉这次毫不犹豫地劝阻父亲, 李静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随后李静嘱咐唐风的时候, 李婉表示自己也会随行, 可李夫人说李家有唐风就不用他去了, 李婉听此却将筷子放在桌子上离开了, 李夫人满脸怒气, 并在李静劝慰的时候和他吵了起来, 唐风健壮害怕被牵连也偷偷溜走了, 回去的路上唐风再想要不要去给李婉道个谢, 毕竟有他给的衣服才没有受伤, 最终他决定还是去一趟免得白受人恩惠, 可等他到李婉门口的时候却犹豫了, 接着他就发现李婉的房门没关紧, 他从门凤向里面看去, 发现李婉在洗澡时就想趁李婉没发现赶紧溜, 结果他还没来得及走, 就被李婉的两个丫鬟发现了, 他尴尬地回头解释都是误会, 心里却知道自己完蛋了, 果然只听到啪的一声, 他就被李婉轰出了几百米远的距离, 唐风被轰出几百米远, 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想要不要回来和女魔头李婉解释, 李婉却披上衣服, 还没拉好, 就朝着唐风冲了过去, 唐风刚想回头看看情况, 就被他的完美身材暴击, 唐风头脑风暴了一番, 还是没有想到怎么办, 他流出鼻血的同时, 依旧不忘倔强地和李婉道谢, 接着他一边颤抖着坐起来, 一边思考自己接下来怎么才能自救, 等他坐起来后, 就开始卖惨薄同情, 李婉沉默了一下, 把自己的衣服拉好, 面无表情地拆穿了他, 唐风被看破了眼际一脸尴尬, 但李婉却只字不提铁线衣的事情, 只说唐风没躲, 这次的事就算了, 随后他又叮嘱唐风, 这次, 他不能跟着去北地, 唐风第一次上战场, 一定要万事小心, 不要感情用事, 第二日, 唐风来到兵部拿到了渔服, 拿到渔服就象征着, 他就是正式的能掌翼迎兵马的武官了, 这一次大笔可谓是替他省了不少年的时间, 这时高旅行来到了他身后, 邀请他去胡月楼喝几杯酒, 唐风虽然觉得奇怪, 但出于在意他比舞台上说的话, 还是跟着他来到了胡月楼, 门口的老宝看到他们的到来, 热情地欢迎他们进去, 高旅行要了一间僻静的屋子, 前去的路上他告诉唐风, 这里是整个长安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 至于老宝公孙妈妈也不是一般人物, 正当唐风以为高旅行带自己来, 是有什么用意的时候, 却只听高旅行说只是来喝花酒的而已, 到了屋内, 唐风还是很疑惑, 高旅行比武结束后所说的麻烦事到底是指什么, 他获得胜利和李婉又有什么关系, 高旅行说的麻烦事原来就是唐风会被很多人拉拢, 不过这些人应该都被李京挡住了, 唐风远离朝堂上的勾心斗角都不太清楚, 李婉是李家嫡女, 花容月貌武力高强, 最后却选择唐风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做了女婿, 唐风以为是因为他父亲的恩情, 李家要报恩, 不料这话一出, 却引得了高旅行隐晦的嘲笑, 高旅行告诉他, 对于他来说, 报恩只需要给些钱粮就可以了, 李家没必要嫁自己的补女, 况且, 李京伸手高强, 世上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他这些年来从未战败过一次, 何来救命一说, 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 唐风冲高旅行抱拳, 请他给自己点名真相, 高旅行却不愿再说了, 他起身, 去叫两个姑娘再拿些酒来, 今日要和唐风不醉不归, 唐风没想到他说找两个姑娘来, 就是叫人在旁边伴奏, 但这样也好, 起码不会被李婉知道后小命不保, 令他最没想到的是, 高旅行的酒量, 酒品都不好, 喝醉了就躺在地上耍酒疯, 他知道自己这次问不出什么话了, 只好出门找车, 打算送高旅行回去, 这时公孙妈妈告诉他不用担心, 会有人送高旅行回去, 于是唐风放心地离开了, 无奈, 孟于琪的丫鬟, 不知道为何唐风都走了, 孟于琪还不去见他, 他觉得要矜持, 不能太主动, 这日唐风来到铁匠铺, 给铁匠笔划着想要的东西的模样, 可铁匠却始终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唐风无奈之下, 提笔划了下来, 原来他要的是马蹄铁, 这东西不仅能延长马匹的使用寿命, 还能让马承载更重的铠甲, 唐风要了四个马蹄铁, 铁匠让唐风两个时辰后过来取, 唐风出去后点开武神聊天群, 群聊消息动不动就久久加, 古人是真能聊啊, 他向上翻消息, 看到祸聚病, 果然在附近发现了匈奴大本营, 唐风回复, 不能保证每次都算得准, 而且天机不可泄露, 皇帝一脸怒气地, 让高士连再重复一遍他的话, 高士连却不敢再说了, 皇帝愤怒地斥责他和亲这事也想得出来, 但高士连和旁边的官员分析出让公主和亲, 是如今大唐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 皇帝听闻却更加愤怒, 高士连是在逼他宋长公主去吐蕃, 高士连却只说与北地交战的时候, 应对吐蕃最好计谋就是安抚, 公主得知此事跑了出去, 皇帝让太监去找公主, 但因不放心决定自己亲自去找, 遣散了一头雾水的群臣, 唐风拿到了自己定做的马蹄铁, 别看他虽小旦对骑兵的加成却是很大, 就在这时唐风突然听到大街上有骚动传来, 原来是军官拿着画像在找人, 这时, 墙角突然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少女, 唐风一拍他的肩膀, 说他们找的人就是你吧, 少女赶忙让他别出声, 要是被抓到就惨了, 唐风问少女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 少女不回答, 唐风便知道是了, 但看少女的样子像是受了什么委屈, 可少女是公主, 如果两个人一起被抓住了, 唐风怎么样都得完蛋, 这时他又发觉少女在哭, 他问少女出了什么事, 只见少女掉着眼泪, 告诉他自己要被父皇送去和亲, 唐风询问少女是怎么知道的, 少女说是什么干部点名, 要他去吐蕃, 唐风略加思索便明白了吐蕃打的主意, 唐朝在和突厥交战, 此时无力分心应对吐蕃, 唐风自信地站了起来, 只要他去了军队, 一定会将突厥击败, 分出兵力来镇压吐蕃, 这样吐蕃就不敢再提什么和亲, 少女问唐风只要打赢突厥, 就不用去和亲了吗, 唐风自信地表示当然了, 他为了哄少女开心, 说自己可以替少女去和亲, 他要让那干部尝尝他的手段, 少女果然被他逗笑了, 随后唐风要送少女回去, 可少女却不愿意, 他想让唐风带着他在长安城里转转, 唐风一脸害怕, 万一被抓到, 少女没什么事, 可他就惨了, 唐风骑着马, 带着少女向前走, 一边走一边宽慰少女, 圣上那么疼爱他, 不会让他去和亲的, 更何况, 利益带来的战争, 不会因为一两个人就改变, 他们不知道的是, 锦衣卫就站在不远处的城楼上看着他们, 果然, 他们走出没多远, 就看到了皇帝, 唐风立马带着少女上前, 皇帝让少女先回去, 自己则要带着唐风去李嘉一趟, 少女连忙告诉皇帝, 是自己要跑出来和唐风无关, 皇帝却告诉他不用解释, 他并没有怪罪唐风, 但少女好心的话, 却明显激怒了皇帝, 唐风猜到皇帝心情很不好, 在压抑的环境中跟着皇帝向前走, 刚走了没两步, 皇帝便听到唐风的马匹, 在行走时传来了咔哒咔哒声, 唐风解释道, 这是马蹄铁, 相当于给马穿了鞋, 皇帝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 连连夸赞唐风, 若这马蹄铁针有用, 他一定重重有赏, 等到了李府, 皇帝坐在主位上问李靖, 是否有应对当前局势的策略, 李靖坦言自己愿领兵去西边平乱, 皇帝听到这话, 立马龙年大悦, 称赞李靖是大唐的住食, 这天深夜, 大雨倾盘下, 军事紧急, 皇帝命令唐风, 在五日内到达大同府, 可上千里的路程五天时间本就很紧, 他们还遇上了大雨, 路都被冲垮了, 无奈之下, 唐风他们只好找个地方躲雨, 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现如今, 他们只能从各处府衙换马前行, 可唐风却觉得, 现在他们躲雨的, 这个道观问题更大一些, 高旅行也觉得, 荒郊野外有如此规模, 且无人看管的道观, 确实奇怪, 虽觉不安, 可这么大的雨, 又不能冒雨前行, 目前, 只能加派人手巡逻, 这时突然有士兵来报, 外面有一伙黑衣人在进攻道观, 唐风没想到幕后之人, 竟然胆大到对他们出手, 他带着人前去迎敌, 唐风质问为首的黑衣人, 为何要攻击大唐军队, 黑衣人头领, 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告诉他, 只要唐风跟他们走, 就放这些军事离开, 唐风却觉得, 既然和军事无关, 那就比试一场, 赢了他就跟着黑衣人走, 唐风看着这些人进退有度, 不像是山贼, 倒像是什么隐秘组织, 他决定抓个火口问清楚, 黑衣人头领答应了他的要求, 然后提着刀在雨中划了半圈冲了过来, 使出千军之力朝着唐风压下, 唐风紧握剑柄进行格挡, 一招之后, 二人各自退出些距离, 唐风心中暗自惊讶, 黑衣人头领力量的强大, 黑衣人头领则觉得, 关于唐风的情报属实, 不能放他走, 于是他提刀再次朝着唐风冲了过去, 唐风则握剑用力挡住了他的大刀, 面对力量奇大, 还没有破绽的黑衣人头领, 唐风立即启动了技能霸王之力和汗衫, 紧接着他双手握剑向左挥去, 猛地将黑衣人头领击飞了出去, 随后唐风乘胜追击, 举着剑向下砍去, 被黑衣人头领拿刀挡住, 这时唐风发现, 黑衣人头领左边的缩衣中, 偷偷藏了一个弩剑, 黑衣人头领将弩剑对准了他, 唐风按道不好, 连忙抬剑挡开了射向自己的剑, 唐风没能一次制服黑衣人头领, 接下来就不好生情了, 这时黑衣人头领带来的人都举起弩剑对准唐风, 他表示事关重大, 如果唐风不想被扎成筛子就跟他走, 唐风冷笑一声, 弓箭手他们也有, 只见道观防顶出现了一排排的弓箭手, 并且唐风还下令军事架起盾牌, 他得意地说私藏弓弩是重罪, 不投降他就放剑了, 黑衣人头领没想到唐风赶路还带这么多装备, 带着手下就要撤, 唐风却没想放他们走, 他立马命令军事开始放剑, 黑衣人头领一边挡剑一边喊着快撤, 只见不远处高旅行拉开了弓箭, 蓄力射出的一箭直直朝着黑衣人头领而去, 等他察觉到的时候为时已晚, 尽管如此他还是逃了, 手下的人询问唐风是否要追, 唐风却觉得环境复杂恐遭埋伏, 更何况军事们都需要休息, 然而这时他却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 仙人神通果然神妙, 唐昭悟我们后会有期, 唐风暗自吃惊, 难不成他知道聊天群的事, 深夜大雨哗啦啦地吓着, 受伤被抓到的黑衣人都服毒自杀了, 只留下了一块玉牌, 高旅行猜测玉牌应该是来自墨家, 可墨家很早就被灭了, 当年高沟里还是有了墨家的帮助, 才能战胜随朝, 随后高旅行掏出了块玉蝶, 说这玉蝶有可能来自敌人手里, 但他看不出来什么, 唐风求助武神聊天群中的人, 得知玉牌是墨家弟子的身份名牌, 这批来袭击他们的黑衣人果然是墨家人, 玉蝶是天机蝶, 据说是天皇福西在泰山上推演八卦时所得, 蝶中除了推演天机, 还记载了先知法和三皇时期的隐秘, 后来墨子用他推演天机, 此后变成了墨家的传家宝, 玉蝶来头不小, 唐风知道, 这次和墨家结下了梁子, 聊天群中的人知道唐风被袭击后, 猜测墨家是想回到白玉京, 可白玉京是唐风编造的, 根本没有什么仙人, 唐风猜测斗立人口中的仙人神通, 或许是大佬们给他的技能效果, 他得想办法掩盖技能效果, 只要自身实力足够, 就可以少用技能, 唐风点开属性面板, 这次和强敌交手得到了五点属性, 他给自己的属性值凑了个整, 这时系统突然提醒他, 发现新的历史人物, 让他尽快选择两位进入群聊, 可供选择的人物有四位, 唐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七级光和穆桂英, 七级光有七家军和鸳鸯阵, 穆桂英文韬武略不逊南疆, 剩下两位的评价可就低太多了, 等新人物一进群, 项羽便窜多二人发红包, 为了教会新人, 他先发了个红包, 系统从他身上抽取走的力量, 会在一周内缓慢地补充回来, 唐风获得了项羽给的两点力量, 群内同样获得力量的人, 纷纷对项羽表示了感谢, 穆桂英迟疑地点开了红包, 随即惊讶地发现自己, 竟然不训练就变得强了, 群里其他人让新人先发红包给群主, 唐风知道, 孙并会把所有都解释清楚, 于是放心地去睡觉了, 穆桂英满头大汗, 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发什么, 到唐风还是收到了他发的红包, 点开一看, 居然是一个肚兜, 没想到是穆桂英一时紧张, 发错了东西, 他找唐风要回来的时候, 唐风镇定地表示自己, 没收到他的肚兜, 这话发出去, 唐风就后悔了, 还好这是私聊, 不然就闹大笑话了, 三日后, 等唐风赶到大同府的时候, 看到有人等候在此处, 为首之人验证他的身份, 这时唐风才知道, 原来长得一脸老成的为首之人, 就是成畜末, 离近城还有一段距离, 成畜末等候在此, 是因为大将军让唐风不得入城, 隐匿行踪直接绕到北上, 几日后, 唐风赶到了厄阳岭, 半夜唐风坐在山崖上看风景, 高旅行过来问他,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唐风一边吃着饼, 一边告诉他, 自己睡不着觉, 没想到高旅行也睡不着, 唐风给高旅行分了块从老胡那里要的饼, 高旅行手中的酒, 也是找老胡要来的, 唐风拒绝了他的酒, 明日就要上战场了, 唐风还是感到很紧张, 但高旅行询问他的时候, 他却说没有心事, 吃了一会儿, 唐风突然停下来, 看着手中的饼, 高旅行以为, 是饼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 唐风只是觉得饼太硬了, 不好吃, 高旅行却觉得, 这次的饼很香, 能吃饱在古代已经很难得了, 从长安城一路赶过来, 路上的难民数量只多不少, 外族入侵也多半是因为食物短缺, 唐风突然想到, 很多农作物, 都是从七纪光所处的明朝传入的, 他可以求助于七纪光, 就在唐风幻想着, 在唐朝吃到火锅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原来是陈畜默来和他们说第二日的工程计划, 他表示, 此次任务事关重大, 需要严格保密, 回到帐篷内商量计划的时候, 陈畜默告诉唐风, 将军给他们的任务, 确实是拿下定箱, 但唐风知道他们的兵力, 不可能拿下定箱, 他们连工程的器械都没有, 这一点陈畜默也知道, 所以他们的任务, 就是攻占白盗, 切断湘城的补给, 陈畜默放出消息, 要和马懿的苏庆节练手, 湘城守军不敢轻易出城, 他会带人假装攻城, 而唐风则带人偷袭白盗口, 突厥人大本营在漠北, 白盗是附近唯一可以, 让军队横穿天然屏障, 阴山山脉的道路, 突厥主力军在河套南部, 封闭了白盗, 湘城就是孤城, 第二日, 唐风带人一路赶往白盗, 这时突然有人来报, 城处默通知他们速速撤退, 突厥援军数量超过两千, 并且已经通过阴山, 已经走出很远, 离白盗很近,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唐风立马下令, 全体掉头回营地, 可他们还是遭遇到了突厥援军, 唐风知道兵力悬殊, 不能硬拼, 于是下令所有人换成弓箭, 从南方突围, 唐风开启了票计光环, 带队向南全速前进, 随后他再次下令放箭, 想将突厥击退, 避免接战, 可突厥援军也开始放箭, 而且突厥人数占优, 这样下去, 伤亡只会更大, 唐风想找办法将突厥人击退, 降低伤亡量,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路边, 下进末尾, 草地干燥一点就着, 于是他扔下火把, 点燃了草地, 下令逆风前进, 甩开突厥, 成功撤退后, 唐风坐在大石头上沉默, 统计伤亡的士兵告诉他折损的人数, 唐风知道自己, 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 第一次带兵, 还没正面交战, 就折损了这么多人, 为了躲避突厥, 唐风带军一路跑到了乡城的西南方, 他放的火不会烧到他们现在停留的地方, 而突厥援军害怕城处莫攻城, 也没有追击, 但唐风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无奈之下, 他只好询问武神聊天群众的大佬, 可众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为唐风提供军需物资, 保他一事无忧, 项羽今天不在群聊中, 唐风知道, 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 没有很担心, 果不其然, 项羽睡了一整天, 唐风想到可以用火药把城门炸开, 然后让士兵用火器打击, 于是他从七季光那里, 要来了很多火药和火器, 唐风看着七季光的红包, 想让系统先给他看看装火药的火罐大小, 唐风想让系统变换出来一个形象, 他对着空气说话, 一直觉得很别扭, 只见空气中一股股的白雾蔓延, 随后烟雾渐渐散去, 唐风满头大汗地看过去, 系统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白毛黑皮, 拥有八块腹肌的八米大汗, 唐风吓了一跳, 怎么别人家都是萌妹, 他这里就是猛男, 还高得离谱, 他问系统能不能变小, 下一秒就被一股巨大的气流冲击, 系统对他很不满, 尽管如此, 系统还是乖乖变小了, 系统要将唐风传送到系统空间中, 唐风担心在营地中传送会被发现, 系统却告诉他, 进入系统空间中的只有意识, 本体是保持不动的, 唐风本以为系统空间中是无限的, 结果进去才发现是很大的一块地, 而他的火药和之前获得的黄金都放在空间一角, 火药罐和水缸差不多大, 炸开成门轻而易举, 但系统传送物体只能在唐风周围一米的范围内, 唐风想传送的远一点, 火药罐要是可以远程召唤, 他可以平推突厥, 系统让他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看完火药就赶紧出去, 然后下一秒, 唐风就被传送回去了, 唐风拥有火药拿到了主动权, 马上叫了两个士兵过来, 要交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任务就是偷偷回本营, 给城处莫传个消息, 并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两个士兵一人带两匹马, 时间赶得上, 目标小, 很难被发现, 并且, 两个人兵分两路出了意外, 应该也能送到, 士兵也不负众望地将消息传了回去, 但城处莫听完却一脸震惊, 今晚此时攻打相成, 深夜时, 唐风说要去把城门打开, 士兵觉得他在开玩笑, 唐风却说城中有内影, 看到火光直接进城, 士兵虽有疑惑, 但依旧选择相信唐风, 唐风穿着夜行衣, 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城墙下, 城中守军大多在南门, 他炸开北门突厥必然大乱, 唐风轻而易举地爬上了城墙, 城头的人都在偷懒, 正好方便了他到达城门, 只见他传送出了三罐火药, 点燃了火折子, 扔到了火罐中, 害怕这么多火药炸到自己的唐风, 飞速跑开了, 紧接着, 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 城门被炸开, 远处的士兵看到火光, 知道唐风成功打开了城门, 士气高涨, 喊着沙哑向前冲去, 与此同时, 乡城南营地内, 城处墨十分焦急, 唐风说丑石攻城, 可子识了, 也没有得到消息, 高旅行劝他方才的声响, 恐怕就和唐风有关, 可二人都不知道, 什么东西能发出如此巨响, 如果不是高旅行劝他, 城处墨今晚本不打算攻城, 高旅行知道, 唐风没有把握, 不会在这么危机的情况下传来消息, 这时突然有士兵来报, 城头的突厥守兵, 突然撤走了小半, 城处墨大笑, 然后下令全体将士做好准备, 丑石攻城, 突厥营内, 突厥首领大怒, 为何破门时不传报球员, 可逃回来的人说一声巨响门就开了, 是天火破开的门, 而指使部已经带兵前往北门, 想必一定可以夺回城门, 唐风在北门被突厥援兵包围了, 他得赶在丑石前赶到南门, 否则五百士兵敌不过守军, 只见唐风再次启动技能, 红色的气焰顿时在空中划过道的痕迹, 他握着剑朝突厥士兵砍去, 下一秒就劈开了抵挡的武器, 砍向突厥士兵的面门, 血液飞溅, 唐风面无表情地握着剑, 再次向下一个人挥去, 突厥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抹了脖子, 不一会儿唐风就解决了所有突厥士兵, 他独自一人, 小心一些还是可以避开突厥援军的, 唐风急速向南门跑去, 希望能在丑石赶到南门, 等指使部赶到北门时, 只看到了一地士兵的尸体, 唐军不可能这么快到达北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手下找到了还活着的人, 指使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幸存者害怕地跪倒在地, 告诉他是一个人把整个小队都杀光了, 唐风焦急地赶往南门, 他边跑边想, 要是会轻攻就好了, 可惜, 轻攻现实中并不存在, 越接近南门, 他遇到的突厥人越多, 已经陆陆续续有三波突厥援军赶往北门, 唐风知道, 早些打开南门, 北门的压力会小很多, 他需要加快速度才行, 定香城南门, 城住墨看到城头又撤走了一些人, 现在城中至少有三千突厥士兵, 他们只能命攻剑守, 给城头施压支援唐风, 突厥士兵发现, 敌人开始攻城, 立马开始吊派人手守城, 此时, 唐风已经来到南门城门, 但守军人数众多, 上去就是送死, 正当他思索怎么过去的时候, 有个往回跑的突厥士兵送上门了, 突厥士兵本来要拉肚子, 结果下一秒, 唐风就出现在了他身后, 捂住他的嘴打晕了他, 随后唐风换上了突厥士兵的衣服, 趁乱摸到了城门口, 正打算炸门的时候, 被赶回来在南城门口等待多时的指使部发现了, 唐风暗到糟糕, 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但指使部此时却开始招揽唐风, 直言加入指使部, 好处不少, 唐风一边询问贿赂条件拖延时间, 一边在心里想着对策, 指使部哈哈大笑, 爽快, 但他还有一件事要知道, 北门是不是唐风打开的, 唐风猜测, 指使部没动手, 不是忌惮他的手段, 就是想得到破城门的方法, 随后在指使部的猜测中承认就是自己破的城门, 指使部见他承认激动不已, 想要唐风告诉他破门的方法, 唐风却说自己掩饰一遍更好, 指使部阻拦, 唐风却说自己不会做傻事, 而且加入突厥总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指使部犹豫再三还是不同意, 当面炸门行不通, 唐风便想把人支开, 指使部知道这种秘密不能被其他人知道, 可又不想放跑唐风, 于是只好答应他, 让士兵都后退, 把方法单独告诉自己, 指使部刚靠近唐风就被他抓住了衣领, 唐风从系统的储存空间中召唤出剑, 剑尖直指指使部的喉咙, 威胁指使部让士兵都后退, 不然卸了指使部的胳膊, 随后唐风从系统空间中传送出火药罐, 左手握着剑抵着指使部推到火药罐边, 右手点燃了火折子, 在指使部疑惑的时候, 抬手将火折子扔到了火药罐里,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大的哄响, 南城门也被炸开了, 躲闪不及的唐风也被火药的威力冲击到, 他被炸得破破烂烂的, 如果不是开了汉山瞬间跑远了, 他的小命也搭这儿了, 正当他发愁怎么对付面前众多的士兵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城门传来冲锋声, 原来是城处末带着援军赶到啊, 突厥统领知道此时无论怎样都是死, 于是决定带兵逃出去, 他大喊着冲出北门就能活命, 下令所有人一起冲, 但都被守在北门的唐朝士兵挡住了, 双方进行着大混战, 唐朝士兵喊着南门破开, 援军马上到, 等援军到了, 突厥人就完了, 此时的定乡城南门, 所有的突厥俘虏都被围了起来, 城处莫听闻所有突厥人都在这里, 便大为夸赞唐风, 这次能拿下定乡城都靠他, 这时高履行走过来说, 没有在附近发现突厥人的埋伏, 唐风暗道不好, 这么说, 突厥人可能大部分都想从北门逃离, 可他只带了五百人守在北门, 根本守不住, 他想带人去北门支援, 城处莫却认为突厥人不会弃城, 分散埋伏在城中的可能性更大, 高履行也赞同城处莫的想法, 他提议先派少量人守侦察, 大部队跟在后面, 唐风知道他俩没说错, 可如果突厥真的带大部队跑路, 他带的人就惨了, 于是, 唐风不顾劝阻, 决定一个人过去看看, 高履行想跟着他去, 有个照应, 被唐风以冒险为由回绝了, 他有技能保命, 被发现也能周旋, 高履行他们再能打也打不过成百上千人, 唐风走了没两步, 又拐了回来, 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没有火折子了, 借走了高履行他们的火折子, 朝着北门跑去, 唐风问系统能不能当手机用, 系统闪出来问他, 是不是还想要更多的科技功能, 唐风以为系统功能齐全, 结果听系统说, 只能让他和群员聊天, 储物功能都是他钻了群文件的空子, 而且系统能读取他的想法, 在心里说系统坏话都不行, 此时定乡城北门的战斗依旧激烈, 平时有大伤亡早就逃了的突厥士兵, 却坚持到了现在, 突厥头领说这座城被神放弃了, 所以才会降下天火, 不快点逃离所有人都会被诅咒, 听到这话的突厥士兵更加疯狂, 不要命了般朝着北门冲过去, 突厥首领上一秒还在下令士兵冲出去, 下一秒就被唐峰的剑捅穿, 他回头看去, 不甘心地怒吼着你竟敢, 唐峰抽出剑摘下面罩, 一边嘲讽着突厥头领太怕死, 一边挥剑砍下了突厥首领的脑袋, 随着突厥首领的死去, 战场安静了下来, 地上遍布尸体, 所有人都朝唐峰看过去, 只见他一脸血迹, 威胁道, 你们的首领已死, 投降不杀, 唐峰一脸血痕, 很明显震慑住了突厥士兵, 这时突然有人发现, 唐峰就是那个引动天火的人, 他立马扔下武器投降, 他告诉其余的突厥士兵, 天火出现的时候, 城门都烧成灰了, 他却亲眼看到, 唐峰毫发无损地从天火里走了出来, 就和画里的魔鬼一样, 死画一出, 就得到好几个人的附和, 唐峰再次劝他们投降, 沉默会放他们回草原, 很快突厥人便纷纷举起双手投降, 唐朝士兵欢呼着, 掳获了所有突厥, 唐峰靠坐在墙边休息, 他记得自己明明差点被炸死, 看来是火药给突厥的刺激太大了, 但局面总算是被稳定住了, 唐军大营中, 河间郡王李孝公总结着当前的局面, 唐军战败虽没有太大损失, 但下周保不住无法和皇帝交代, 目前双方兵力悬殊, 只能固守城池, 李孝公叹了口气, 询问湘城的情况, 就在这时突然有士兵来报, 乘出墨船来捷报, 已经攻下湘城, 但李孝公却震惊无比, 没有气泻, 怎么可能攻下湘城, 他一脸愤怒, 这样一来, 突厥多半会提前总攻, 天光大亮, 唐峰还在床上呼呼大睡, 但却越睡越不安, 他猛地睁开眼, 被跪坐在床边的高吕行吓了一跳, 高吕行见他醒了, 就要带他去建成触目, 唐峰收拾好后, 跟着高吕行走出营帐, 高吕行夸赞着他昨日的神勇, 但唐峰没有打算说出火药的事情, 只说是天火的功劳, 唐峰告诉高吕行, 自己昨日碰到一个老者, 可以操控雷火, 老者见唐峰以为他是江湖骗子, 嘴里叨咕一阵, 手上凭空出现一团焰火, 随后突然消失不见, 唐峰潜入城中查看, 却见城门莫名其妙地, 被天火烧毁了, 唐峰编好故事撇清自己, 否则很可能暴露聊天群的事情, 听后高吕行建议唐峰将这件事觅走皇帝, 何间郡王发来急报, 情况不太妙, 所以一大早就叫来了唐峰, 等唐峰进入营帐, 却见城处莫一脸纠结之色, 原来是中部主力军处于劣势, 李孝公让他们偷袭突厥后方, 争取让突厥主力军部分回援, 而城处莫要去支援主力军, 所以这件事就交给唐峰他们了, 唐峰思索着突厥的势力怎么会这么强大, 城处莫安排唐峰二人今日好好休息, 明日就开始行动, 唐峰回去后打开武神聊天群, 刚攻完城就横穿沙漠突袭突厥, 就是座右耳为正面分担压力, 获取病作为奔袭专精, 有他在唐峰安心多了, 因为抽取力量太多, 睡了两天的项羽, 突然出现承担了补给, 唐峰有这些大佬作外援, 突袭的是并不困难, 唐峰躺在床上懊恼自己, 怎么当初没有多学点技术, 如果他当初学了机械或者化工之类的, 以至于现在想推进一下科技进步都没有办法, 他询问七级光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 很快就收到了红包, 可是他找到这些东西后, 如何推广也是一个问题, 士兵给唐峰送来了酒, 酒是在突厥营地的地窖中发现的, 他们给唐峰挑了最好的一坛, 唐峰以为他们是想恭维自己, 没想到士兵立马紧张地解释, 只是想回报他, 小士兵今年才15岁, 唐峰想给他写个文书放他回家, 没想到小士兵听到这话却哭了出来, 擦着眼泪说自己的亲人都被突厥杀害, 他跟着唐峰就是为了给亲人报仇, 但唐峰却给了他一拳, 现在他上战场就是去送死, 小士兵却抱着脑袋哭着说自己不怕死, 唐峰告诉他没有实力跟着自己也是累赘, 小士兵想证明自己, 唐峰说只要能碰到自己, 他就不会再劝, 小士兵举起拳头朝唐峰打去, 唐峰一边躲闪一边指出他的问题, 等他打得气喘吁吁的时候, 攻击手掌直指他的喉咙, 如果手里有刀, 小士兵性命不保, 唐峰再次劝说他不要上战场, 可小士兵却还是很犹豫, 高吕行此时突然出现, 原来给唐峰送来的酒他很早就盯上了, 唐峰问他有没有认识的人, 可以让小士兵去学真本事, 高吕行推荐了自己的师傅, 打发了河阵后, 他给自己的葫芦灌酒, 询问唐峰是否真的打算进沙漠,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这次行动危险重重, 唐峰却说自己有几分把握, 只是有些事情需要麻烦他, 得知高吕行会针线活后, 唐峰让他第二日出发时带好针线, 此时武神聊天群的众人 也在讨论他进沙漠后的战术, 出发时, 唐峰让众人再检查一遍物资, 这次只带了二十天的粮食, 他担心第一次进沙漠会迷路, 心里默默祈祷着武神群聊的大佬, 可以保佑他。 突厥崖障内, 突厥可汗一脸凝重地听手下禀报, 有大批唐军企图越过戈壁, 突袭他们后方, 已经有七个小部落被击溃, 而且逃回的人说, 不只有一支唐军部队, 高吕行在缝旗子, 唐峰帮忙的时候, 不小心扎到了手, 换起攻击突厥部落, 会让突厥误判他们的兵力, 高吕行这样大张旗鼓会被围攻, 如果突厥真的奋兵, 他们就完蛋了不说, 赢了功劳也和他们无关, 输了却都是他们的锅, 打到后方, 况且他也没办法放着边境的百姓不管, 旗子缝好后, 唐峰便打算进攻下一个部落了, 拿下第八个部落, 唐峰接连换着旗子进攻部落, 等突厥可汗知道, 第十二个部落被拿下的时候, 愤怒的派人带三万人去攻击唐军, 李孝公得知, 突厥分走了三万兵力, 兵力持平加上城池优势, 这下不会被突厥打败了, 苏庆杰想直接开战, 李孝公却不认为同样的兵力下, 就一定能战胜突厥, 苏庆杰被父亲苏定方呵斥后, 沉默了下来, 城处默站出来, 说他带了援军来, 提议出击, 却在李孝公询问, 是否有必胜的把握时沉默了, 但突厥撤回三万兵力, 唐峰他们只会凶多几手, 李孝公却说, 如果战败, 突厥将植入长安, 相比起唐峰他们的两千人马, 大唐更为重要, 另一边士兵在赶羊, 唐峰他们抓到了一百八十只羊, 晚餐时十个人分一只羊, 士兵们围着篝火烤羊, 还不忘看管抓到的突厥俘虏, 唐峰吩咐士兵给突厥俘虏最少的食物, 然后拍着士兵肩膀告诉他会让人送来食物, 他知道俘虏是可怜人, 可战争开始就只有赢了才能结束, 唐峰坐在篝火边吃着羊肉, 以前不吃, 现在却只觉得美味, 高履行站在一旁分析, 突厥在举亲国之力攻打大唐, 唐峰说, 不过冬天, 他们不想决战也得决战, 唐峰让士兵今晚好好休息, 明日开始加速行军, 武神聊天群中, 孙病滴水不漏地安排着计划, 唐峰看着聊天群, 告诉高履行突厥会奋兵包围, 他们可以攻取其中一支军队, 高履行多有顾虑, 唐峰看着他愁眉苦脸地, 把手中的羊腿塞到了他嘴里, 让他相信自己赶紧吃完睡觉, 养好精神打赏, 突厥俘虏一脸惊恐地跪在地上, 唐峰抱着他的孩子, 威胁他说出附近部落的消息, 如果不说就要考了他的孩子, 他的耐心有限, 这是给突厥俘虏最后的机会, 突厥老头大喊不能说, 唐峰命令士兵宰了老头, 这时突厥俘虏哭着喊他说, 但唐峰却说, 今日他开心, 每个人给他磕三个头就可以滚了, 在突厥俘虏磕完头后放走了他们, 他看着俘虏跑走的背影, 问高旅行准备好了吗?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俘虏找到了突厥将领于爷告状, 于爷问他们为什么能活下来, 俘虏说是因为唐峰自大, 享受羞辱他们的感觉, 还问了周围部落的位置和兵力, 他为了孩子不被吃, 只能告诉唐峰, 他们离开时, 唐军已经烤羊吃肉了, 于爷怒道,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早说? 俘虏描述了唐峰他们所在的位置, 于爷立马下令向西南方向前进, 兵分五路, 十倍兵力围剿, 他要杀光唐军, 于爷看到远处升腾起的浓烟, 以为找到了唐军的营地, 带着军队向前冲去, 但当他们赶到唐军营地的时候, 却发现营地里根本没有人, 于爷猜测唐军是因为发现了他们, 紧急撤走了, 而且, 营地内篝火温热物资也还都在, 一定没有跑太远, 于是他决定在附近搜索唐军的痕迹, 唐峰拿着地图算形均速度, 高履行问他是否打算直奔突厥王亭, 唐峰表示是有这个打算, 而且, 于爷短时间内不会追上来, 他们有时间休息, 用沙土盖住篝火, 做出慌乱逃走的假象, 被松散沙土盖住的木柴, 还会缓慢地燃烧很久, 加上他们把物资留下, 可以让突厥误判他们离开的时间, 绝不会想到, 他们早在早上就已经全速撤离, 接下来突厥部队再想追上他们, 起码要三天, 他们接下来就得露宿野外, 食物也只待了五天的, 但比被突厥包围丢掉性命好, 一天后的突厥营帐内, 士兵告诉于爷附近二十里, 都没有发现唐军的踪迹, 附近已经被他们团团包围, 于爷坚信唐军一定还在附近, 下令绝地三尺的找, 另一边, 唐峰已经攻入突厥金帐, 没想到金帐手备如此空虚, 他握着剑指指突厥, 投降吧, 你没有任何胜算, 唐峰剑指体型比自己高大两倍的突厥, 金帐已经被他们攻破, 反抗毫无用处, 突厥还想反抗时, 身后的银帐传来让他放行的声音, 银帐那一个妇人说, 知道已经落到唐峰的手里, 只是没想到, 带兵来到这里的人这么年轻, 妇人不像突厥人, 地位却很高, 妇人姓萧, 唐峰猜测他, 就是历史上的萧皇后, 如果他知道后事业史和小说是怎么写的, 一定会气得突厥, 唐峰知道他主动搭话, 肯定有条件要谈, 肖皇后告诉他王庭没有多少兵力, 粮草也所剩无几, 唐峰就算杀了他们, 烧了粮草也没有什么用, 而且, 唐峰是为了吸引突厥主力回原, 王庭被毁突厥可汗于死网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唐峰以为肖皇后威胁他, 肖皇后却说没有, 现在的他担不起皇后的名头, 他不想再看到国破家王的惨剧, 愿意跟唐峰做人质回长安, 希望唐峰可以放过突厥的平民, 这话遭到了突厥首位的反驳, 肖皇后却说这是如今最好的解决办法, 唐峰为了躲避余烟的部队不能久留, 也带不走太多人, 相比起沙光王庭所有人, 选择劫持亲属, 对双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 肖皇后指着旁边的少女说这是突厥可汗的王妃, 带走他们, 突厥一定会撤兵, 唐峰震惊肖皇后在突厥王庭居然有这么高的地位, 但他需要确定突厥一定会退兵, 他不会拿手下的生命冒险, 说唐峰,突厥是各种部落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 如果他不在后方, 突厥可汗不会放心其他部落, 一定会亲自回来作证, 唐峰猜测证事上的突厥内乱会不会也和肖皇后有关系, 这时他听到高履行说可以相信突厥会退兵, 他已经将还在反抗的突厥人处理好了, 高履行朝肖皇后行了礼, 肖皇后问他, 李孝公就不怕他死了, 高氏联会找麻烦吗? 高履行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 当然要听从调遣, 随后他告诉唐峰可以相信肖皇后的话, 但唐峰却怀疑他不但和突厥王庭中的人认识, 还处处说好话, 高履行听到他的怀疑却笑出了声, 他告诉唐峰, 肖皇后是隋朝与党的首领, 隋朝覆灭多年, 所剩的忠臣梁将因而对杨广不满, 投奔他处, 但被地理却对肖皇后十分恭敬, 如果没有他突厥早就被李季带兵灭了, 唐峰恼怒, 为什么这些事他不知道? 高履行告诉他朝中不少人都是隋朝前臣, 怕被误会叛国几乎不会提这件事, 而且唐峰的岳父和他的父亲也都是隋朝前臣, 肖皇后加入突厥后, 突厥国力突飞猛进, 带他回去, 失去隋朝势力支持的可汗位置会动摇, 带走可汗王妃也能提高军队士气, 唐峰决定放过突厥平民, 带走肖皇后和突厥王妃, 他吩咐士兵带走所有的马, 然后回长安, 此时武神聊天群中获取并建议反打, 但兵力差距悬殊, 唐峰不敢冒险, 只要他们顺利离开漠北, 这趟突袭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三日后的李府中, 李婉一拳打在了木桩上, 这时, 丫鬟拿来了新的战报, 丫鬟告诉李婉, 突厥撤兵大唐赢了, 李婉看了战报后, 却一脸凝重, 丫鬟询问的时候, 他也只说确实赢了, 表情却很担忧, 深夜, 唐峰带兵离开了突厥地界, 高旅行询问, 他要不要找个府衙修整一下, 唐峰则要在路上, 找个有钱的地主, 狠狠吃一顿, 当官探来的钱给他们, 也算是为国效力了, 高旅行问了唐峰一个问题, 那天给他吃的羊肉腿里, 到底放了什么, 吃起来那么香, 唐峰放了从七季光那里顺来的孜然, 他记得七季光说, 孜然唐朝就有了, 只不过叫什么回香, 高旅行觉得, 这要是能做成调料, 一定可以风靡一时, 长安城数一数二的酒楼鸡圣楼, 就是高家的, 只是他家归颜柯, 被发现喝花酒少不了吃责, 村庄中热汤煮的冒烟, 脸上有一块黑色疤痕的人, 让人把饼都拿来, 送到屋子里, 随后这些饼, 被他们端着送给了唐峰他们, 唐峰一问, 他们拿出这么多粮食, 怎么过冬, 黑巴南却说饼, 只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他们村是产粮大村不用担心, 剑推辞不过唐峰他们只好接受好意, 黑巴南让唐峰先吃饼, 高吕行则说, 他们还要赶路, 把饼先包起来, 黑巴南带人把饼包起来, 给唐峰他们装在了马上, 然后送走了军队, 等唐峰他们走后, 有人问黑巴南是不是暴露了, 黑巴南却说没有, 唐峰他们没吃, 却全都带走了, 他们把整个村子都涂了, 唐朝军队发现了, 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问那人为何执意要杀光村民, 那人说是为了过手影, 况且黑巴南在意, 为何不阻止他, 原来那人是玄煞楼的人, 想劫唐峰的军队, 但玄煞楼鼎盛时期, 也难以正面应对, 所以请了黑巴南这个毒手来帮忙, 玄煞楼的主要任务, 就是杀了萧皇后和突厥王妃, 玄煞楼是整个中原最强的杀手组织, 杀两个女人轻而易举, 但黑巴南却说, 玄煞楼永州的总部都被一锅端了, 如果不是吐蕃收留, 扫散了, 玄煞楼的人威胁黑巴南闭嘴, 黑巴南却觉得他不是重情重义的人, 看来他是喜欢玄煞楼楼主的女儿了, 玄煞楼的人气急败坏, 黑巴南却给了他一瓶盒欢散, 玄煞楼的人二话不说就收下了, 另一边行军队伍中, 唐峰问高吕行阻止自己, 是不是发现饼里有问题, 高吕行告诉他, 如今和突厥交战四处争兵, 村庄中只有年轻男子, 没有妇孺这件事, 太反常了, 唐峰也觉得村庄有问题, 村庄远离河流粮食很难高产, 而且接待他们的人皮肤细腻不像农民, 这些费劲送给他们的饼, 一定有问题, 果然吃了饼的狗死了, 唐峰猜到有人不想让他们活着回去, 他提议将计就计伪装中毒, 高吕行担心不能口吐白沫会穿帮, 古代没有洗衣粉和啤酒, 唐峰求助武神聊天群中的大佬, 孙斌告诉他含一片茶叶, 咀嚼一下就有白沫了, 唐峰用这个办法假装中毒, 然后包围了黑衣人, 唐峰问幕后主谋, 但黑衣人不回答, 很快黑衣人就被唐军拿下了, 唐峰猜测, 他们没有斗志, 还要送死, 是害怕祸及家人, 应该是邪教或者见不得光的江湖帮派, 如果他们肯说背后主谋, 他会在剿灭帮派的时候, 救出他们的家人, 黑衣人用最后一口气告诉唐峰, 他们来自玄煞楼, 然后死透了, 唐峰吩咐手下埋了黑衣人, 这次逮住的杀手, 明显比村庄中人少, 而且, 两个头领也不在, 此时的军营内, 高吕行站在营帐内, 保护萧皇后和可汗王妃, 萧皇后疑问, 是谁有实力, 敢在大唐境内, 对唐军动手, 但高吕行也不清楚,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嫡媳的声音, 有刀刺进了营帐, 将帐篷划开闯了进来, 黑衣人的目标, 果然是萧皇后和王妃, 高吕行挡住了黑衣人的攻击, 让萧皇后和王妃退到边上不要出去, 随后他手中的虎头钩, 挥向黑衣人, 他嘲笑黑衣人学艺不惊, 黑衣人恼羞成怒地提着剑砍过去, 笨岳府的精英, 不是二流杀手能抵挡的, 黑衣人手里捏着烟丸, 打算撤退, 高吕行心里一惊, 下一秒, 黑衣人就捏碎了烟丸, 烟雾四散盖住两人的身影, 黑衣人从营帐中逃出, 被枪出眼泪抬头看去, 只见唐锋挡在他面前说, 黑衣人手下已经全部扶珠, 他是打算招供还是自裁, 黑衣人呆愣地看着唐锋, 唐锋提着剑, 指向黑衣人脑袋, 问他发什么呆, 黑衣人认得唐锋的剑, 他苦修这几年, 就是为了报复拥有这把剑的仇人, 如今, 剑却在唐锋的手里, 这时, 高吕行从营帐中出来, 说, 黑衣人是玄煞楼的人, 杀人后取对方兵器, 是玄煞楼的传统, 而黑衣人所说的仇人是李婉, 唐锋临行前, 李婉将自己的剑借给了唐锋, 黑衣人愤怒地说, 要杀了唐锋, 但他此时被众多唐军包围, 现在还留着他, 就是为了套取情报, 这时黑衣人吃了一颗激发潜力的药, 唐锋决定独自处理黑衣人, 他让高吕行在他打不过的时候, 偷袭黑衣人, 此时的黑衣人已经没了理智, 面目扭曲地冲了过来, 唐锋闪开后, 抬剑挡住了黑衣人的攻击, 没想到, 这要还有些用, 只是副作用估计也不小, 唐锋一掌砍在了黑衣人的脖子上, 但黑衣人却依旧站着, 他挡住黑衣人砍过来的剑, 怀疑是自己的手法不对, 此时萧皇后也走出了迎战观战, 他看出, 唐锋武艺精湛, 应该早有耳闻才对, 高吕行告诉他, 唐锋是李家坠戌, 这次长安比武, 才崭露头角, 没了理性的黑衣人不难对付, 唐锋很快就制服了他, 但黑衣人面目猙獰的样子没法问话, 唐锋想给他泼点水清醒一下, 就见黑衣人没了动静, 原来黑衣人死了, 他吃了毒药, 但自己并不知情, 高吕行猜测, 黑衣人身为统领, 却不知道对手主将是谁, 只是个弃子, 唐锋见玄煞楼一个弃子, 都有这样的武艺, 但他问不了话, 只能搜尸体看, 有没有有用的东西, 深夜大雨倾盆, 黑衣男和一个黑衣人背对背站在亭子里, 黑衣男说计划不周露出破绽, 他不收报酬, 黑衣人却说会给报酬, 并希望黑衣男加入玄煞楼, 黑衣男并不想为了金银玩弄性命, 随后不再听黑衣人说话, 直接离开了, 黑衣男这时叫住他, 要买一批药丸, 还觉得这种药丸吃了就死,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黑衣男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直接买毒药, 黑衣人却不肯解释, 只说报酬会放在老地方, 黑衣男说药丸练好后会主动联系, 然后就冒雨离开了, 唐峰坐在银帐中看着眼前的物品, 从黑衣人身上搜到了少量银钱, 还有飞镖和药丸, 他拿起盒欢散查看, 然后在高旅行进来时塞进了自己怀里, 高旅行告诉唐峰杀手们面容肤色差异很大, 各个地方的都有, 追查起来很困难, 只能回长安慢慢查了, 朝臣禀告皇帝唐峰的部队已经回到大同府, 十日后就可以回到长安, 皇帝询问西突厥怎么样了, 李靖带军机退西突厥主力军三百余里, 此时已经和李孝公会合, 皇帝见四方平定, 便让房玄陵开始准备庆宫宴, 随后他又问突厥王妃和萧皇后怎么处置, 朝臣有的认为应该善待体现天朝气度, 有的则认为应该处以极刑, 双方说着就在朝堂上吵了起来, 这时皇帝呵斥他们安静, 然后询问高世连的意见, 高世连也认为应该善待用来牵制突厥, 皇帝则表示自己需要再想想, 唐峰在大同府泡着温泉, 就在他和高旅行聊天的时候, 江夏郡王李道宗突然推门进来, 唐峰站起来向他道谢, 李道宗则说道, 唐峰立了战功, 今日一定让他尽兴而归, 唐峰暗自吐槽李道宗是个老油条, 就见他拍了两下手, 招来了一个艳丽动人的胡姬, 李道宗让胡姬伺候好唐峰, 唐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李道宗却说胡姬是自己的半个女儿, 唐峰喜欢就送给他做侍女, 他躲进水里想拒绝, 李道宗却说身为男儿要多练, 唐峰问他要把高旅行晾在一边吗, 他表示给高旅行另有准备, 高旅行道谢后起身跟了上去, 唐峰这才发现他穿了裤子, 他想跟着高旅行一起去, 但没穿裤子他不好意思直接跟上去, 这时胡姬问唐峰是不是看不上自己, 唐峰将自己沉进水里只露出了眼睛, 胡姬踏进了水里, 他来到唐峰面前问他是不是嫌弃自己是个舞女, 胡姬捧着唐峰的脑袋, 告诉他自己还是个厨子, 李道宗看到后就带着高旅行离开了, 边走边说自己叫藏的美酒随便他跳, 唐峰让胡姬离他远点, 但胡姬却问他是不是自己不合他心意, 唐峰说着无视献殷勤飞奸即到, 拿开了胡姬的手, 他不会为难胡姬让他等会儿自己回去, 可胡姬却说自己回不去了, 郡王府上和他一样的舞女侍女近百人, 而且一般十五六岁, 他们就会被送走, 唐峰怀疑自己想多了, 但这样他总觉得有些过分, 他见胡姬被自己捏腾了的样子, 胡姬却说自己没事, 唐峰知道他不能回去后就让他跟着自己, 他刚才见胡姬在发抖, 知道他失败了会有处罚, 随后唐峰让胡姬把自己的衣服拿过来, 和李道宗告别时带走了胡姬, 唐峰问高旅行, 为什么没有给他送胡姬, 高旅行却说给他父亲送了不守, 他父母经常为这个吵架, 唐峰打发胡姬回屋休息, 李道宗贪财好色, 经常送舞女工人玩乐, 身为李氏宗卿又长有兵权, 需要污点让他人制衡, 高旅行的父亲不尽女色, 却要给李道宗面子, 唐峰猜李府没有, 一定是因为李婉母亲太凶了, 李婧不敢收, 但他突然想到了李婉, 立马和高旅行说自己和胡姬什么也没发生, 高旅行却说他不用解释, 李婉也不会在意这种事, 就在唐峰疑惑他为什么会知道李婉想法的时候, 就听高旅行说他知不知道自己跟着他来北地的原因, 唐峰不知道, 高旅行觉得和他在一起会比较开心, 唐峰怀疑他是基老, 高旅行则恼怒地说自己没有那种体好, 是唐峰思想太龌龊了, 高旅行出身高家, 从小所作所为都和利益有关, 但唐峰对待所有人都一样, 没有任何偏向,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唐峰对官员富豪也看得平淡, 唐峰身为现代人思想确实超前, 但他却只告诉高旅行大家都是人, 没有什么不一样, 高旅行问他都是一样的人, 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 唐峰告诉他这个问题只能马克思来解决了, 高旅行敬佩唐峰武艺高强还颇有远见, 唐峰说这只是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他莫名其妙地和高旅行聊了半夜, 两个人谈论了很多资本论的说法, 唐峰经过高旅行提醒才想起来, 他忘了屋里还有个狐姬在, 他回去时候看到房间灯火通明, 狐姬果然坐在桌边等着他, 唐峰不知道说什么, 只好说时间不早了先睡觉, 狐姬看着唐峰, 问他需不需要自己服侍, 唐峰拒绝了他, 但他见狐姬还是坐在桌边, 打算就睡在桌上, 唐峰让他过来一起睡床上, 狐姬一脸羞涩, 唐峰问他不需要摘手是吗, 狐姬紧张羞涩地说不用, 唐峰让他别紧张, 明明白天还那么有气势, 狐姬却说如果不这么勇敢, 就会被送去给河间郡王做妾, 但他却不愿意, 被带走直接做妾会遭人极恨, 他手段不高会只被弄死, 唐峰知道对于权贵来说, 人命就是个数字而已, 他也被当作弃子, 如果不是运气好, 他也回不来, 军队打平民当然一路大胜, 而且这一下他和李孝公两子结大了, 不想带走狐姬也得带走了, 七日后的的李府中, 丫鬟告诉李婉, 外面都在传唐峰的事情, 说唐峰纳了一位妾, 本是要送给河间郡王的舞女, 和唐峰一见钟情住在了一起, 李婉面无表情地说唐峰长本事了, 但丫鬟却疑惑他看起来反而有点开心, 但李夫人听到这个消息, 心情却不太好, 只听啪的一声, 李夫人拍二, 七, 大怒谁给唐峰的胆子, 一个坠婿也敢纳妾, 李婉听着李夫人的责骂, 李夫人见他笑, 反而更加生气, 李婉却说传言不一定是真的, 李夫人觉得他在为唐峰说话, 但李婉却说自己自有办法, 三日后的长安城外, 唐峰穿着一丈甲, 骑着高头大马进城门, 路过城中的百姓, 三个月前还在嘲笑挖苦唐峰的人, 现在都在赞美他, 扬眉吐气的感觉, 让唐峰有些飘飘然, 梦于其站在二楼看着路过的唐峰, 没想到他能短短两个月历下如此大功, 他问身后房门中若隐若现的人影, 有没有查到唐峰破门的手段, 但人影却只查到是天火破的门, 唐峰身上的秘密不少, 他要把他身上的秘密都挖出来, 封赏典礼上, 唐峰听了一个时辰后终于轮到了自己, 他被封为校尉, 开国县子, 十亿五百户, 并且五官直进四品为宁远将军, 皇帝告诉唐峰, 可以安心休养一段时间, 就在唐峰谢过皇帝的关心的时候, 系统突然提示他, 抗击突厥任务已经完成, 想要什么奖励, 但他能给的奖励只有属性, 别的想要也没有, 唐峰需要想想, 系统让他想好了, 再叫自己, 这时唐峰突然想起来, 系统应该可以影响人的身体, 系统知道, 唐峰又要给他找麻烦了, 系统奖励发放完成, 五神聊天群中, 坐着轮椅的孙病, 感受到了腿的知觉, 而获取病则胸口发热, 呼吸顺通了一点, 原来唐峰所要的系统奖励, 就是帮他们改善了身体, 系统虽然能做到, 医好孙病被挖掉的膝盖, 但一次会吸收大量能量, 没想到, 唐峰居然一次拿出这么多, 给别人治病, 唐峰问他, 这次消耗了多少属性点, 系统说他任务获得35点属性点, 但消耗了40点, 道歉的会在唐峰获得属性时扣除, 唐峰恳求系统不要扣除, 就当给他多点奖励, 但系统也不能决定, 唐峰却觉得, 给多少都是系统说了算, 系统威胁从他身上抽取属性点, 随后他让唐峰自己掂量掂量, 就转身消失了, 唐峰治好了孙病的腿, 又增加了获区病的免疫力, 历史上的获区病因年早逝, 除了提高免疫力, 唐峰还想找到抗生素, 如果能拉个现代人入群就好了, 封赏典礼还没有结束, 唐峰听得无聊至极, 等他回到李府的时候, 却发现李府的大门紧闭, 门口围着的百姓议论纷纷, 家中长辈为从军回来的家人谢甲是传统, 但李府却不开门,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唐峰怀疑李府是想让他出丑, 围观的人群开始嘲笑唐峰, 有个女人为唐峰说话, 却被旁边的男人扇了一巴掌, 接着人群就打了起来, 唐峰回头就看到打架的人群, 此时的李府中, 丫鬟问李婉, 真的不让唐峰进来吗? 李婉却吩咐没有他的允许, 不准开门, 随后李婉进来, 问把唐峰关在外面, 是不是他的主意, 李婉干脆利落地承认了, 并且询问李婉, 是不是想让唐峰进来, 李婉表示会配合李婉, 但还是希望他, 可以早些和唐峰解释清楚, 李婉说自己明白, 此时的唐峰, 还等在李家门口, 他不认为李家会这样, 给他下马威, 但他也确实不知道原因, 然后他打算回自己的府邸, 等唐峰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盔甲穿久了不舒服, 他想赶紧脱了, 这时他见带回来的胡姬那娃在打扫院子, 那娃问唐峰不是回礼府了吗, 唐峰尴尬地说, 是因为担心那娃一个人在这里, 结果马上被那娃看穿了在撒谎, 但他依旧表示很开心, 会给唐峰收拾出一间屋子, 皇宫中, 皇帝听说了唐峰被李家拒之门外的事情, 长安城都传, 是因为唐峰收了个舞女的原因, 皇帝觉得唐峰好歹也是功臣, 事出有因也不该闹这么大, 太监询问皇帝的意见, 皇帝却让李家自己处理家事就可以了, 公主李长乐, 他在庭院中百无聊赖地看着风景, 随后他询问皇后可不可以出去玩, 皇后却问他, 知不知道唐峰被李家赶出门的事情, 李长乐红着脸问提唐峰做什么, 皇后知道他出宫是想找唐峰, 但唐峰已经是李家的坠续了, 李长乐却突然问打赢了突厥, 是不是就不会送他去和亲了, 皇后却告诉他, 和亲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没打赢, 也不会送他去吐蕃, 但这次击破突厥, 确实会让松赞干部收敛一些, 李长乐知道唐峰说的是真的, 他回想起比舞台上唐峰被两个人围攻, 已经很凶险了, 这次却带了三千骑兵, 杀了上万突厥人, 稍有不慎就会被杀死, 皇后说他这副样子, 被皇帝看见又要生气了, 李长乐立马向皇后撒娇, 然后跟着皇后离开了, 但他心里依旧放不下唐峰, 唐峰打了一个喷嚏, 那娃立马关心他是不是感染了风寒, 唐峰却觉得没准是有人背后骂他, 他让那娃收拾完就回去收拾自己的屋子, 那娃离开后, 他躺在床上思考去哪里买几个仆人,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了那娃的尖叫声, 他立即起身出门查看, 那娃跪坐在地上告诉他屋顶有人, 唐峰以为是哪里来的小毛贼, 不料等他回头看去, 屋顶上站着的分明是李婉, 只见李婉居高临下地问他是不是不认得自己了, 传闻中的西域舞女长得确实不错, 唐峰解释他们不是那种关系, 然后指责李婉把他晾在门外的事情, 却闭口不提, 林婉放弃了解释, 唐峰问他还来这里做什么, 李婉犹豫了一番后, 吱吱呜呜地说是来取见的, 但见被放在武神聊天群中, 唐峰只好说明日会派人送过去, 李婉听到此话果断转身走了, 这时那娃向他道歉, 唐峰却说自己被李家晾在门外了近一个时辰, 李家看不上他, 他也没必要死缠烂打, 那娃问刚才来的是不是李婉, 得到, 唐峰肯定地回答后, 他说李婉明明是喜欢唐峰的, 唐峰一脸疑惑, 那娃却给他解释李婉喜欢, 但好面子不可能直说, 不过在看到他之后, 眼神多少带了杀意, 但唐峰让他放心, 李婉这次心情比砍他那次好多了,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砸门的声音, 唐峰打开门想看是谁在砸门, 结果门外站着他离京前的好兄弟, 原来他们俩在胡月楼定了位置, 给唐峰接风洗尘, 唐峰让他们等自己准备一下, 陈处亮却想直接带他离开, 唐峰表示自己需要和那娃说一声, 房一爱则说可以让胡月楼将饭菜送过来, 去胡月楼的路上, 两个人大肆夸赞着唐峰的应用, 唐峰询问陈处亮伤势, 陈处亮说差不多好全了, 到了胡月楼, 公孙妈妈出来欢迎唐峰的到来, 房一爱让他请来孟大家给唐峰敬酒, 公孙妈妈则说, 孟大家不是他能请得动的, 不过唐峰亲自开口他会出来, 唐峰却说, 那还是不邀请他出来了, 花魁估计也不是省油的灯, 多一事不如少一。 是的好, 房一爱给唐峰敬酒, 陈处亮听他哥说, 唐峰独自一人潜入乡城打开了城门, 二人对这件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唐峰又拿出了那一套说辞糊弄他们, 并且和他们说不能外传, 此时的孟于奇失落自己又被拒绝了, 公孙妈妈告诉他应该是和李家有关, 孟于奇知道拉拢唐峰不是简单的事情,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房一爱问唐峰肖皇后是不是如传闻中那般美丽, 唐峰说好看但没那么夸张, 朝中大臣为怎么处置肖皇后吵了好几场, 最后还是将他安置在了皇宫中, 房一爱让他们别再讨论, 小心隔墙有耳, 就在这时有丫鬟送来了酒, 可他们并没有要酒, 丫鬟则说酒是公孙妈妈送来的, 在长安城想喝到可不容易, 说完就给唐峰倒酒, 唐峰表示自己来就可以, 他接酒的时候发现丫鬟在酒杯下压了张纸条, 他接过后发现是张很香的锦帛, 上面写着玄煞楼三个字, 随后他起身让丫鬟带他去趟厕所, 出来后他问丫鬟是谁派他来的, 但丫鬟却告诉他等见了面就知道了, 唐峰一路跟过去就看到孟于奇跪坐在屋内, 见他来便向他介绍自己的名字, 唐峰惊讶地看着他, 不愧是花魁确实有资本, 唐峰问他把自己引到这里有什么情报, 但孟于奇却让唐峰第二日再来详谈, 唐峰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孟于奇, 问他为什么不能今天说, 孟于奇却说, 他今天和朋友有约, 而且来胡月楼只谈公事太无趣了, 唐峰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再来详谈后就离开了, 公孙妈妈走出来说, 没想到唐峰也是个不正经的人, 可孟于奇却说唐峰眼里没有狂热, 不知道他身上的秘密值不值得他们这么大投入, 唐峰想到了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人,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么夸张的身材, 但也和他没什么关系, 他回去和程初亮二人接着喝酒, 此时的胡国公府, 胡国公听到程初亮二人带走了唐峰后, 十分恼怒, 他和这两个不成器的人鬼混在一起, 小妾问李孝公发生了什么是这么开心, 原来是唐峰今天被李家关在门外, 让李孝公感到无比解气, 唐峰立下大功, 他却没有,这衬托得他很无能, 皇帝对他不满,却没有明说, 而且,唐峰还从他手上抢了人, 这让他更加愤懒, 小妾安慰着他, 这么说,传言是真的了, 被带走的人是西域血童长得很漂亮, 小妾扑进李孝公怀里, 庆幸唐峰把他带走了, 要不然有了新欢, 就会把他们都忘了, 李孝公听到这话得意起来, 随后他又说道, 这次李敬作绝, 多半都是李夫人的主意, 唐峰如今风光两无, 被李家拒之门外后, 所有人都会记起他是个坠序, 这下唐峰就成长安城的笑饼了, 唐峰喝完酒和陈初亮他们分开, 回去的路上总感觉路人在偷偷议论他, 饭桌上陈初亮二人顾及他的心情, 好奇却没问他被拒之门外的事情, 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但唐峰想想, 却觉得被拒之门外这件事有蹊跷, 李夫人好面子, 有不满, 也会避开人处理, 李敬是何事了, 李婉来找他的时候也没有很愤怒, 而且看样子有话要说, 唐峰猜测李家不让他进去, 应该是要演给谁看, 唐峰收到了七季光发来的新红包, 里面是棉花玉米, 还有些土豆的种子, 唐峰知道他找来这些东西, 应该花费了不少力气, 他突然想起像雨给的黄金还没动, 于是他将黄金发给七季光当作补偿, 回去时那娃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开心, 唐峰让那娃明天跟他去集市雇佣人, 以后要开始种地了, 那娃问他是喜欢种地吗, 唐峰却说一般的种地不会让他这么兴奋, 他这次实验如果成功, 就能彻底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那娃觉得他在说笑, 可唐峰却觉得不是是怎么知道, 而且种子的事情必须要保密才行, 那娃知道种地没那么好种, 他小时候就是因为蝗灾闹饥荒, 被卖掉换了两袋粮食, 结果家人还是没看过蝗灾, 那娃觉得唐峰刚被封绝位就去种地, 和其他的王侯完全不一样, 随后他提醒唐峰现在是秋天, 唐峰这才想起来这个季节不适合种地, 于是他打算先试试造纸之类的, 第二天一早, 那娃叫唐峰起床, 唐峰让他不用做这些粗活, 古代没有自来水, 打水需要去井里打, 那娃却觉得这些活不应该唐峰来做, 这时他们再次听到有人敲门, 这次来的人是罗通, 胡国公让他来找唐峰, 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唐峰只好告诉那娃去集市的事情, 只能改天了, 等唐峰来到胡国公府, 胡国公要说的事情, 还是和唐峰的身世有关,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调查这件事, 唐峰母亲是国子健祭酒唐贤的嫡女, 在越国公被赶出长安时陪在罗承身边, 唐峰向他索要这些事情的证据, 胡国公却说, 曾去唐家村问过村中老人, 得知他的父亲唐云辉与他的母亲, 其实是表亲, 唐峰觉得这只是老头的片面之词, 但胡国公却说, 唐峰母亲和罗承妻子的关系好, 罗承的妻子可以认出唐峰, 如果唐峰有机会去见一面, 就可以弄清楚所有事情, 高旅行来找唐峰, 却得知唐峰一大早就出门了, 他问那娃叫走唐峰的人是谁, 那娃只隐约听到, 是胡国公找唐峰, 高旅行听后, 让那娃告诉唐峰在胡月楼等他, 然后就离开了, 唐峰天天来胡月楼, 都快忘了, 这是个青楼了, 门口公孙妈妈告诉他, 孟于奇和高旅行都在等他, 问他想先见哪个, 唐峰想高旅行, 等了这么久不差这会儿, 于是选择了见孟于奇, 房中燃着熏香, 孟于奇跪坐在一边等着唐峰, 唐峰一直盯着他看, 在孟于奇询问的时候, 说自己是一介凡夫定力差, 孟于奇却夸他, 坦诚有君子之风, 唐峰坐下后, 问他约自己见面要说的消息, 孟于奇告诉他, 玄煞楼派出的杀手, 事故15个钥匙辉桓, 唐峰惊讶于, 那些刺客宁愿自杀都不说的情报, 他却知道, 孟于奇却说, 辉桓是江湖上有名的毒手, 毒药多旦替人办事, 所以仇家不多, 他们的情报, 就是从他手中高价买到的, 辉桓说, 玄煞楼被李靖剿灭后, 幸存者大部分逃往了吐蕃, 得到了不明势力的支持, 唐峰猜测, 是吐蕃皇族, 才能把人翘无声息地送到朔方郡, 但这些孟于奇也不知道, 辉桓只告诉他们, 玄煞楼内部有大变动, 近期不会有其他的动作了, 孟于奇知道的情报只有这些, 唐峰觉得, 玄煞楼近期对他没有什么威胁, 这消息价值不大, 但孟于奇却说, 如果以后他出征土拨, 这消息会有大用处, 唐峰猜到, 以后可能会真的要开战, 而且出征前李常乐说过, 土拨求亲的事情可能也有关联, 孟于奇见唐峰明白了消息的价值, 就要谈谈消息的价格, 他相信, 唐峰不会赖账, 唐峰面上说着, 要先看看他的条件, 心里却祈祷, 他不要狮子大开口, 孟于奇的要求, 就是, 唐峰以后胡月楼有危难时, 可以帮助他们一次, 唐峰却觉得, 胡月楼不需要他一个小小的将军庇护, 孟于奇却觉得, 唐峰和他遇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胡月楼愿意和他结个善缘, 唐峰听到这话, 一脸豪爽地答应了, 然后他便离开了, 送他走后, 公孙妈妈问孟于奇, 为什么花费力气得来的情报, 就这么白白送给了唐峰, 孟于奇却想放长线钓大鱼, 高吕行觉得,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唐峰需要亲自去给自己的子爵府, 雇佣庸人, 唐峰问他, 是不是要送人给自己, 高吕行却觉得他情况特殊, 需要自己想办法选人, 李静刚把唐峰赶出来, 他这时候冒头会有很多麻烦, 先考虑家族立场, 不过他可以帮唐峰物色些靠谱的人手, 唐峰知道他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然后高吕行告诉他, 只需要挑选奔岳府的士兵就可以了, 经过突厥一战, 唐峰可以挑选出很多忠诚的人, 但高吕行疑惑得是为什么胡国公会这时候找唐峰, 唐峰说是因为胡国公怀疑他是罗成的儿子, 让他找罗成的妻子窦县娘, 艳明身份, 唐峰从奔岳府挑选了一些士兵, 他将感谢他的士兵扶起来, 士兵立马让自己的弟弟和唐峰道谢, 工匠在唐峰说需要拿出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表示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 然后他就开始制作唐峰要的东西, 高吕行疑惑唐峰买这么大的废弃宅子, 还雇佣工匠杂役是想做什么, 唐峰想改进农机, 解决缺粮的问题, 高吕行惊讶他还懂这些, 这时工匠跑来告诉唐峰他要的东西造好了, 唐峰二人一起过去查看, 只见立在那里的是一个耕地用的梨, 名字叫屈原梨, 但高吕行却觉得这和普通的梨没有什么区别, 唐峰问他有没有见过方形的轮子, 将植原变为屈原提高了极大的实用性, 而且只需要一头牛就可以耕地, 省力很多, 为了让他相信, 唐峰决定现场试验一下, 但这地方没有耕牛, 唐峰就让高吕行拉着梨向前走, 他询问高吕行感受, 高吕行却觉得没有唐峰说的那么省力, 唐峰解释是因为没有铁匠, 木制的铲头比较顿, 而且就算这样他都能拉动, 高吕行有些生气, 唐峰立马安慰他别生气, 这也是找不到铁匠实在没有办法之举, 随后他问高吕行还记不记得比赛时, 他穿的铁线衣, 铁线衣中混有极细的铜丝, 铜制软所以才会被高吕行一击攻破, 铁线衣本来是给习武的人负重, 但唐峰那个比较特殊是给他保命用, 唐峰问高吕行知道不知道谁有技术, 能将铜拉成细丝, 能不能给他请两个过来, 高吕行说应该是青阳张氏的人, 但却没那么容易找到, 具体的唐峰可以问问李静, 李婉手中的剑就是出自一位 得欧爷子真传的张姓老者, 唐峰这才知道李婉的剑叫雪玉, 多年前李婉喜好白色, 雪玉也是人尽皆知的名剑, 只是现在李婉已经很久, 没再穿白衣了, 但唐峰记得李婉的剑是红色的, 高吕行却说剑翘白也是白色, 而且他请不动张老师傅, 只能找些普通的工匠, 唐峰觉得请脾气古怪的老头, 还不如请些老师本分的普通工匠, 唐峰担心无法推广屈原理, 高吕行却告诉他, 消息传出去, 皇帝自然就会全国推行, 只是唐峰如今最好等几个月 再透露风声, 出征前他曾和唐峰提过 李家招坠的事情, 但他当时对唐峰不了解, 话说一半招唐峰惦记了很久, 皇帝怕李静杰党谋反, 唐峰以为他又要一句话打发自己, 当年皇帝登基前, 在玄武门射杀前太子李建成, 将他爹李渊软禁在皇宫里, 李静手握重兵, 曾几乎打下大唐的半壁江山, 而且, 李静在皇帝起兵时, 并没有明确站队, 皇帝虽然之后对李静一直礼遇有加, 但李静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被参奏谋反之后, 李静便开始称病闭门不出, 甚至很草率地嫁掉了女儿, 但唐峰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平白无故选了他, 高吕行和他说过, 李静拥兵入神, 从未落过下风, 这次说, 为了救命之恩, 也只是给皇帝抬接, 这次李家将唐峰拒之门外, 也是防止是皇帝下旨, 将唐峰调离李家, 但如果, 这事唐峰再弄出屈原离, 只会更加显眼, 高吕行叫唐峰去喝酒, 不再想这些麻烦事, 他觉得李婉耿直, 和唐峰这个傻子很般配, 皇帝来到萧皇后的住处, 未问他在这里住得怎么样, 萧皇后在突厥王庭多年, 对突厥内部非常了解, 他询问萧皇后, 这次的和突厥的议和, 能维持多久, 但萧皇后却说, 不会太久, 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敌人, 突厥极有可能从内部瓦解, 李孝公守城, 突厥截略了很多村落, 抢了许多粮食, 再加上伤亡惨重, 突厥剩下的人, 能保证度过这个冬天, 只是可汗失利名望受损, 难以压制其他部落, 突厥明年, 可能再次发动战争, 皇帝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萧皇后却说, 有一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得到允许后, 她问皇帝, 还记不记得前太子李建成, 皇帝脸色变得阴沉, 萧皇后却说, 她还有一个孩子活着, 并打算对皇帝不利, 皇帝听到此话, 又惊又怒, 但萧皇后却说, 这个人混在一对僧人中, 自称悬空, 而且, 背后似乎有西域或者吐蕃势力支持, 皇帝猜到此次突厥来犯, 她也有参与, 他们虽然没有出兵, 但却提供了很多药, 有实力从拢又偷玉岩, 不是吐蕃, 就是西域, 萧皇后知道, 短时间内, 突厥不会再有大动作, 可玄空那边却不一定, 皇帝问她有什么建议, 萧皇后却只说, 这件事, 需要秘密调查, 皇帝猜到, 如果李建民遗孤现身, 会有大批人反对自己, 拥立她为王, 随后她又询问萧皇后, 应该派什么人调查这件事, 萧皇后推荐了唐风, 皇帝问她原因, 萧皇后解释道, 唐风害突厥战败, 一定会遭到玄空怨恨, 相比起其他人, 更容易接触到玄空, 而且, 唐风是孤儿没有挡语, 这件事保密的时间更长一些, 还可以借此试探她的水平, 唐风躺在床上想, 如何才能推广技术, 还不惹人怀疑, 而且她现在已经被人盯上, 需要训练士兵加强安保, 如果真被人设计围攻, 还是会死, 此时武神聊天群中的众人, 经过唐风的同意后, 便开始互相协商交换资源, 李白是诗人, 但家里有矿, 于是众人选择她为管理员, 这时唐风突然想起来, 是农工商, 商人有钱, 却是鄙视链的最底端, 他可以经商, 虽然古代商人没有权利和靠山, 会被朝廷官员随意拿捏, 但他已经获得爵位, 而且, 只要不碰眼铁, 就算做大生意, 也不会被皇帝忌惮, 唐风眼神放光地想着手指和肥皂等物品, 那娃在庭院中, 扫地听到了他在屋内的大笑声音, 怀疑他得了失心风, 李婉提着剑从稻草人身边划过, 稻草人脖子上的红绳断了, 其他地方却毫发无损, 这时, 突然有丫鬟来告诉他, 唐风在城中贴了告示要尝买草, 李婉发出疑问, 丫鬟解释说, 是为了寻找新的粮食, 所以新的植物可以换走一贯钱, 此时唐风门前众人排起了长队, 唐风质问, 有人想拿一棵杂草充树, 但那人却说唐风说过, 只要是新的植物就可以, 唐风只能一脸凝重地说没错, 唐风面带威胁地, 让他再考虑考虑, 他的一株草质布置一贯钱, 那人立马说自己错了, 这草送给唐风, 唐风又说, 他的意思是, 自己不守承诺吗, 随即让侍卫把钱给他, 那人还想告诉唐风, 家里还有, 但被唐风打断, 让他赶紧走, 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其他人发现, 杂草真的能换钱, 都纷纷抢着向前走, 唐风让他们排队插队的, 都取消资格, 皇宫中皇后问, 皇帝知不知道唐风尝摆草的事情, 皇帝知道这件事, 在长安城中闹得沸沸扬扬, 皇后夸赞唐风欣喜百姓, 皇帝却说, 唐风脑子不聪明, 这样找没用, 皇后还在给唐风说好话, 皇帝却告诉皇后, 不能认着李长乐性子胡来, 皇后问皇帝孙道长到长安能不能试试, 让他留下来, 但皇帝却觉得, 孙道长淡薄名利, 行医不看对方身份, 不会答应留下来, 工匠问唐风面前的柜子怎么样, 他做这个费了不少事, 唐风说不错, 然后让他再做五个出来, 工匠觉得, 收到的杂草或者药材, 没必要放柜子里, 唐风却觉得, 掩人耳目的东西, 越多越好, 明年他只要把玉米棉花种子, 在野外种上几棵, 自然会有人把他们送过来, 这样谁都查不到, 种子是哪里来的, 唐风让人把植物都放在柜子里, 这时那娃突然告诉他外面, 有位老道士求见, 他出门去见老道士, 原来老道恰巧路过长安城, 听闻有人常摆草, 就顺路过来看看, 唐风见老道士一直盯着他, 担心老道士是来找麻烦的, 下一秒, 老道士就对唐风上下起手, 摸完之后叹了口气, 唐风问他, 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 老道士却告诉他, 是因为发现他血气充盈, 身体强健, 所以多看了几眼, 唐风觉得身体强健是好事, 为什么叹气, 老道士认为唐风有什么调理身体的秘法, 但他却想不出有什么药方, 才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唐风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法, 只是因为系统给了他太多属性, 但他不说出个理由, 又送不走面前一脸期待的老道士, 唐风撒谎说, 是因为幼时吃了奇怪的野果, 这次寻常摆草, 也是要找这个野果, 却被老头一眼看穿了, 就在这时突然有太监来告诉唐风, 皇帝要见他, 唐风正好借这个机会和老道士告辞, 没想到老道士也是要见皇帝, 正好和他一起, 可以路上边走边说, 老道士给李长乐把脉, 皇后在一边紧张地问他情况怎么样, 老道士告诉皇后, 李长乐的病情没有恶化, 也没有好转, 老道士开了福方子, 能保护公主五年的生命, 唐风不愿意告诉他秘方, 他也不好强求, 皇帝说要给唐风派些任务, 让他第二日去大理寺任职帮助查案, 顺便秘密调查一个叫玄空的和尚, 并且不可以泄露出消息, 这下唐风知道自己又贪上市了, 大理寺负责刑侦案件审理, 相当于现代的最高人民法院, 唐风加班, 加得精气神全无, 来到大理寺一星期, 每天都在看卷宗, 他刚趴下, 就被人提醒, 偷懒被看到会挨骂, 唐风刚要发疯, 就见敌人劫走了进来, 他上班摸鱼又被抓到了, 敌人劫告诉他不喜欢审查卷宗, 就去缉拿犯人, 唐风也觉得, 抓犯人比看五卷凑不出十两银子的卷宗吼, 敌人劫认为这些事情虽然小, 但也是百姓遇到的难事, 可他却把重案都拦走了, 只留下了不用看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敌人劫一脸尴尬地说不是不相信唐风, 唐风抬手打断他, 他知道敌人劫必须亲自查案才放心, 随后, 敌人劫把近期要抓捕的人员名单给了唐风, 唐风接过名单, 快快乐乐地要出去办案, 敌人劫提醒他一路小心, 唐风却觉得那些人不足为惧, 倒是敌人劫日夜操劳才要小心身体, 唐风疑惑敌人劫应该是高宗时期的人, 但却现在就来了大理寺, 唐风带着大理寺捕快出门抓人, 被抓到的胖子一脸挑衅, 唐风让人把他的嘴塞严实, 别让他出声, 有个贼人跑得飞快, 边跑边挑衅身后的捕快, 这时唐风突然从上面跳下来给了他一拳, 然后让捕快把被打晕的贼人带回去, 就这样, 唐风很快就抓完了所有要抓的人, 然后唐风不打算再回大理寺, 打算找机会去查查悬空和尚, 但他为了不暴露, 又不能去寺庙询问, 而且, 皇帝为什么会对一个和尚上心呢? 这时他又想起来, 还没有去见窦县娘, 他打算先去群里问问罗成窦县娘喜欢什么, 罗成想遣散燕云十八旗, 传闻中, 燕云十八旗是真正义气当千的超级战斗机器, 唐风打算劝罗成把他们留下, 或许可以避免惨死, 随后他又想起和突厥的战斗, 以义当千怎么都不好杀, 项羽或许有这种实力, 但罗成父亲找不到那么多和项羽差不多的人, 唐风想赶紧搞清楚自己的身世, 于是就委婉地问罗成他妻子喜欢什么, 得到了首饰的答案, 唐风打算给窦县娘挑一个贵且不俗的首饰, 但等他到卖首饰的地方, 电清阁时却碰到了屈平安, 然而这一次的屈平安, 却很客气地对待唐风, 唐风不认为他在比武大会上被揍了一顿就学乖了, 他告诉唐风电清阁被人包了, 其他人不可以入内, 唐风询问是谁包的, 屈平安告诉他是李孝公的次子李贤, 并且让他回去, 就在这时电清阁突然出来女人的尖叫声, 唐风立马说大理斯办案, 不顾屈平安的阻拦就要进电清阁, 唐风告诉他妨碍大理斯办案, 没人保得了他, 这时电清阁内突然传出声音, 李贤一脚踹开房门, 说自己只是逛逛首饰铺子, 犯了什么法, 嘲讽唐风好大的官威, 唐风一脸怒气说, 有理由怀疑他在电清阁内抢抢名女, 李贤却说只是他和夫人晚点情趣而已, 李贤得意地说电清阁的老板是他的外事, 他拿着扇子拍唐风的脸, 嘲讽唐风好大的威风连家事都要管, 唐风拔出手里的短剑, 指向李贤的喉咙, 李贤质问他想做什么, 唐风却说他要进屋看看什么情况才能清楚, 李贤只好放他进屋, 等唐风进屋, 就看到老板娘一脸娇羞地站在柜台后, 唐风问他刚才为什么叫喊, 他见老板娘的样子八成真的和李贤油染, 这时李贤进来问他是不是问清楚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他是老板娘夫君当然要进来看看, 这时老板娘开口承认了李贤的身份, 唐风不甘心地让他有什么隐情就告诉他, 老板娘说自己确实没有被胁迫, 但他身后却趴着一个昏迷的人, 唐风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求救, 但他已经站在李贤这边再追问也没什么用, 唐风无奈之下只好打算离开, 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可也没办法反驳李贤, 唐风离开后李贤让人接着手在门口, 然后进屋告诉老板娘刚才表现不错, 会给老板娘留一瓶忘忧丹给他丈夫, 老板娘询问丈夫欠李贤的钱怎么办, 李贤则说要看他的表现, 自己不差那点钱, 如果不是影响不好, 唐风真的很想揍李贤一顿, 给窦县娘的礼物也没买, 没想到罗承点名的这家铺子这么不靠谱, 反正他已经因为耐娃的事情得罪死李孝公了, 而且上梁不挣下梁歪李贤也不是好人, 就在这时, 唐风突然遇见了高吕行, 高吕行问他怎么愁眉苦脸的, 唐风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高吕行, 这么一说唐风更想揍李贤一顿了, 高吕行说这人虽然天天游手好闲, 但没干过太出格的事情, 唐风现在在大理寺任职查他一如反掌, 但唐风却表示懒得管他, 天天在大理寺加班现在只想回家躺着, 狄仁杰带头加班, 他也不好意思成天偷懒, 高吕行来找他是为了去喝酒, 但唐风只想回家躺着, 高吕行却让他先别急着走, 然后二人再次来到了胡越楼, 唐风捏着手里的丹药, 高吕行告诉他这是最近市面上突然出现的所谓的仙丹, 吃了会让人忘记一切忧愁, 所以叫忘忧丹, 唐风知道这就是毒品,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唐朝就开始有了, 他告诉高吕行这东西可以阵痛止咳, 但停止服用, 却会让人难受无比, 就是会上瘾, 所以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服用, 高吕行问他怎么知道的, 唐风却说是猜的, 他问高吕行知不知道这个药的源头在哪里, 没想到高吕行就是因为查不到药的源头才觉得蹊跷, 唐风想将这件事情告诉敌人劫撤查, 但高吕行却让他先不要打草惊蛇, 毕竟能在长安城避开高家眼线的人不多, 唐风知道高家眼线确实厉害, 高吕行却告诉他除了李静没有自己的眼线, 所以才会查错了他的身份, 唐风生气高吕行又偷偷查自己, 但高吕行却说他迟迟不肯见窦县娘, 就是对自己的身世有疑问, 如果唐风想知道, 他现在就可以告诉唐风, 光头和尚下这棋, 告诉陈国公忘忧伞不能真的治愈他的病, 但陈国公却认为能缓解一下已经不错了, 然后他夸赞忘忧伞服下后, 不但不咳嗽精神体力都好了很多, 光头和尚则说能为国公分忧是他的荣幸, 陈国公觉得忘忧伞如果能善用一定可以造福百姓, 但光头和尚认为暂时忘记忧愁也是极大的诱惑, 定力不强的人不能用忘忧伞, 陈国公连连夸赞和尚看得通透, 唐风没想到自己真是罗城的儿子, 但高吕行这次来找他, 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十足的把握, 唐风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影响, 高吕行却告诉他这件事闹大了很难收场, 皇帝知道后会找他的麻烦, 这件事总结下来就是怕李靖结党造反, 朝臣分三个阵营, 武将,文臣,宗士, 互有合作但又彼此牵制, 高吕行说李靖算武将但也不算, 在唐风询问下高吕行告诉他, 李靖和文臣走得近, 作战士主帅却也都有宗士参与, 李孝公和李道宗就是用来牵制李靖, 这样也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李孝公和李道宗虽然都有兵权, 但功绩却比不上皇帝, 除非二人同盟否则谋反不会成功, 而这两个人为了利益也不会结盟, 唐风也知道这两个人不会结盟, 但他认为李靖手里没有兵权更不可能谋反, 而且皇帝的威望不比李靖低, 高吕行告诉他正是这样皇帝才重用李靖, 却依旧防着他,所以李靖招了他这个绅士清白的孤儿, 作坠序表明决心, 朝中武将大多都是瓦党旧部, 罗承与程咬金的关系又极好, 如果皇帝知道唐风是罗承的儿子, 一定会让他离开李家, 李家虽然对唐风不好, 但确实对他有恩, 而且仔细想想李婉脾气差, 但对他却很不错, 高吕行打断唐风的回忆, 接着说李靖和他爹还有房玄灵交好, 唐风再和武将牵线搭桥, 皇帝根本不可能坐视不理, 所以唐风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被赶出来的事情和李家决裂, 否则被皇帝发现, 李家设计挽留唐风就会变成二选一的局面, 唐风知道这件事说大了, 就是欺君之罪, 高吕行告诉唐风他身世的问题, 还没有人知道, 唐风还是好好想想这件事情, 高吕行不认为权谋之术是李婉这样单纯的人, 可以随意使用的, 唐风如今的选择只有当断则断, 李婉坐在屋顶看着远处的风景, 他现在没有心思练剑, 他心里总有种有事情要发生的预感, 深夜李贤来找光头和尚, 光头和尚问他, 来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光头和尚手里拿着佛珠, 他告诉李贤望悠丹只能帮他缓解痛苦, 并不能真的治愈避症, 李贤却说, 家里患有避症的人很多, 望悠丹都发完了, 光头和尚说, 已经将所有的丹药都给了李贤, 李贤却直接向他讨要望悠丹的药方, 并且向光头和尚保证, 不会将药方外传, 光头和尚无奈之下, 将药方给了李贤, 然而李贤表面上表现得很感激, 拿到药方后, 却想拿丹药, 统领长安城的方式, 黑衣人突然出现在光头和尚门口, 问他, 为什么就这样把望悠丹的做法给了出去, 而且, 李贤这种沉不住气的人会坏大事, 光头和尚却说, 薛昌荣搬去洛阳后, 长安城三城店铺没了主人, 黑衣人疑惑, 是什么事, 将号称薛半城的人逼成这样, 光头和尚告诉他, 是因为薛昌荣手下的人冲撞了公主, 黑衣人说, 李长乐公主一直在皇宫养病, 光头和尚认为, 数年前, 孙思淼应该已经治好了李长乐, 而如今, 如今, 李贤得了望悠丹, 应该会在数月内发展壮大, 他想让李贤来替代薛昌荣的位置, 黑衣人认为,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皇帝问唐峰, 让他查的事情有没有进展, 但唐峰却毫无头绪, 皇帝问唐峰查案的这些时间做了什么, 唐峰以查案为由, 找过了长安的寺庙, 接下来, 他打算排查外来的和尚, 因为行动需要保密, 他并没有询问僧众, 皇帝让他接着查案, 然后皇帝来到了萧皇后的住处, 萧皇后给皇帝倒了一杯茶, 皇帝问他, 这是什么茶, 萧皇后告诉他, 这是一阳茶, 他觉得这茶虽然味道不特殊, 但却可以安心宁神, 他见皇帝有心事, 询问下, 得知皇帝想知道如何调查, 才能不打草惊蛇, 萧皇后告诉皇帝, 在长安城中想对他不利, 只能出其不意地偷袭, 现如今皇帝已经有了防备, 况且只要有动作就不会没有痕迹, 皇帝只需要安静等着就可以了, 皇帝也觉得自己着急了, 守株待兔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深夜, 那娃挑着灯算账, 然后他提着灯走到唐峰的住处, 他站在门口问唐峰睡着了吗, 唐峰没有睡着并且让他直接进来, 那娃告诉唐峰府上的钱, 都大半都用来换了植物, 入冬需要, 囤一些柴火木炭, 唐峰说, 明天会去贵方换一些钱回来, 那娃问, 唐峰需不需要买盛行的一洋茶, 唐峰觉得, 可以用来招待客人, 然后他告诉那娃, 明天请假, 可以一起去西市买所需的东西, 那娃一脸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 唐峰和那娃来到西市, 两个人吃着小吃逛街, 唐峰说那娃想吃什么, 可以雇个厨子回去, 但那娃却认为, 他可以学一下小吃怎么做, 唐峰觉得, 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也许可以弄到悬空和尚的消息, 他昨天才被皇帝叫去问话, 唐峰让那娃去雇俩马车, 自己也要去贵方换钱, 柜台掌柜告诉唐峰他, 这样动辄百两黄金的大客户, 只需要招呼一声, 他们就会派人送上府, 唐峰却想从这里打探一些消息, 他问贵方掌柜, 最近有没有见过外来的僧人, 如果有他也肯定记得, 随后他告诉唐峰清算完成, 之后会把钱和票据都送到唐峰府上, 唐峰听到这话便离开了, 出来后, 他告诉那娃贵方的人会把钱送到府上, 他本以为能在贵方得到些线索, 但看来对方也有不少下手, 那娃见唐峰一路不说话, 就问他是不是有心事, 唐峰笑着说没有, 但那娃却觉得他心事重重的, 他将手里的零食递给唐峰, 告诉他心情不好, 可以吃些好吃的, 唐峰红着脸表示, 可以自己来, 他告诉那娃, 是皇帝吩咐的任务没有完成, 但皇帝只是问问情况, 不是什么大事, 那娃提议唐峰去买一些一阳茶, 这茶可以安心养神, 茶楼门口排了很多人, 小二喊着大家排队进入, 随后他请唐峰他们去二楼的贵宾室, 小二告诉唐峰, 他马上去叫掌柜来, 唐峰问那娃, 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茶, 那娃却一脸慌乱的反问有吗, 这时唐峰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声响, 李婉就站在外面和李贤说话, 唐峰让那娃等在这里, 自己出去偷听李婉他们说话, 原来是李贤在向李婉推销他的一阳茶, 并且告诉李婉, 如果觉得茶不错, 可以再来找他, 手下觉得李婉架子大, 爱搭不理人, 李贤却说, 性子裂才好, 他这次用了十倍的药量, 出不了一个月, 李婉就会任他摆布, 然后他踹了手下一脚, 让他赶紧去, 招待客人, 唐峰并没有听清李贤后面说的话, 此时有个衣着打扮向掌柜的人走了出来, 唐峰上去拍他肩膀说, 有事要问他, 他想知道, 李贤和这茶楼是什么关系, 掌柜却说, 李贤是他们少爷, 只是最近总往他们茶妆跑, 唐峰见他忌惮, 都写在脸上, 李贤不知道做了什么, 让他什么都不敢说, 掌柜给唐峰推荐上好的茶, 这时那娃告诉他, 这些茶都很贵, 茶都很偏门, 三两黄金一两茶, 唐峰说自己听说, 这里有一种一阳茶, 最近很是蜂蜜, 掌柜提到一阳茶, 双眼无神地告诉唐峰价格, 他想给唐峰取来一阳茶, 却被唐峰叫住询问, 大家都在买的一阳茶, 为什么这么便宜, 掌柜却让唐峰别再问了, 给他的茶不会有问题, 唐峰却猜到, 他们给别人的茶都有问题, 掌柜见唐峰钻牛角尖, 只好告诉他真相, 一阳茶本来在茶中算上品, 虽然名气不响, 很少有人购买, 但他们茶妆一直都有售卖, 前些日子, 李贤带来了很多次等茶, 以一阳茶的名字售卖, 掌柜说的问题就是以次冲吼, 但外面的情况是, 真正的一阳茶, 还没有次品一阳茶, 一个月卖得多, 唐峰让掌柜把两种一阳茶, 都给他包两斤, 他怀疑李贤带来的这茶有问题, 茶香四溢, 唐峰觉得, 面前的两种一阳茶味道没有什么区别, 唐峰的茶都是将茶叶碾碎, 压制成茶饼, 喝的时候再碾碎, 但这茶放了调料, 味道除了苦更加奇怪, 那娃认为, 真的一阳茶比假的要更加好喝, 假茶喝起来也没有传闻中的效果, 唐峰问他是什么效果, 那娃告诉唐峰听别人说一阳茶能止痛, 唐峰担心他受了伤, 那娃却扭扭捏捏地不肯说, 唐峰以为他是痛经, 就问他是不是来了月事, 结果那娃休脑地否认后, 哭着跑了出去, 唐峰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 但他又不知道要不要追上那娃, 纠结在三后唐峰还是没有选择追上去, 唐朝没有棉花, 不知道女性来月事用的是什么, 唐峰突然想起来没有棉花, 被子里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意识到了棉花的重要性, 打算第二年的时候种棉花, 音速妖艳地盛放着, 上一次李贤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音速, 导致手下这次只找到了少量的音速, 李贤不想听手下找借口, 长安城没有就去别的城池找, 他威胁手下, 找不到就不给他忘忧丹, 手下听到这话, 立马和他保证三日内找到他需要的量, 独手辉还突然出现在了墙头上, 辉还帮李贤改进了药方, 节约了一半音速, 为了不被李贤害死, 他向李贤保证不会把药方外转, 他今天只是来取些音速回去研究, 李贤手中原料足够, 但最近茶叶中的音速却越来越少, 他担心这件事被发现端倪, 如今一扬茶已经有了名气, 他想借助音速一桶四方茶室, 黑衣人对着光头和尚夸赞李贤, 一个月内就折腾出了大动静, 光头和尚需要想想怎么和李贤合作, 黑衣人却强硬地表示要把李贤七二绑来威胁他, 可光头和尚却知道李贤不是在一家人性命的人, 还有火油如何运入长安的事情, 他还需要再想想, 黑衣人表示都听他的, 李婉将剑插在地上, 给自己的手腕缠上绷带, 旁边放着正在煮的一扬茶, 茶对他的效果很明显, 他觉得削减了痛绝后可以更容易控制身体, 他身上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气势, 红色的气焰在他周身蔓延, 紧接着李婉挥起手中的剑, 用尽全力带着锋锐的剑势向大石头砍去, 大石头上面出现了一刀裂缝, 李婉却觉得做到这样依旧不满意, 天空黑沉沉地, 李婉支着剑勉强站在尸横遍地的战场上, 整个战场几乎没有一个活人, 这时他突然惊醒, 原来刚才都是在梦境中, 李金告诉他, 战局不会因为一个人而逆转, 李金劝他继续这样练下去会损伤根基, 让他好好想想, 有战争就会有死亡, 他劝李婉放下过去的事情, 然后就离开了, 此时唐峰再来电清阁发现换了掌柜, 他上次来看到的是一个女子看店, 掌柜说那是自己的妻子, 唐峰上次抓到的是他和李贤在通奸, 唐峰疑惑百年老店电清阁却没有一个客人, 原来掌柜一家手艺一脉单传, 掌柜的父亲战死, 掌柜手艺只学了皮毛, 所以生意越来越不好, 打算把铺子卖给李贤, 正当他惊讶唐峰知道李贤的时候, 他的妻子来给他送饭, 女人见到唐峰一脸紧张, 他担心唐峰说出他偷情的事情, 想和唐峰单独谈话, 他告诉掌柜唐峰是大理寺的人, 掌柜向唐峰道歉, 然后主动出门留下了空间, 唐峰问女人和李贤到底是什么关系, 女人再三纠结后, 还是决定告诉唐峰, 李贤是出了名的浪荡子, 经常来买便宜首饰讨女子欢欣, 掌柜因为经常帮忙虚报高价, 和李贤有了交情, 几十天前, 李贤送掌柜了一瓶忘忧单, 最一开始, 忘忧单效果很好, 但没多久, 掌柜投机加重, 只能服用忘忧单, 但忘忧单价格昂贵, 他们欠了李贤很多钱, 李贤让女人也吃下忘忧单才会给解药, 女人为了掌柜不得不答应李贤的要求, 他请求唐峰不要告诉掌柜, 不说破掌柜会好受些, 唐峰答应了, 唐峰没想到, 忘忧单元头竟然在李贤这里, 一阳茶应该也是掺了毒品, 才卖得这么好, 唐峰领走时, 让掌柜把拿手的首饰都做一遍, 他下次来娶, 他回想起, 李婉曾经买过一阳茶, 于是他来到了李府, 敲开门后, 他告诉小四来找李婉, 然后不顾小四的阻拦, 禁止往李婉的房间走, 等唐峰来到李婉的房间, 就发现李婉受伤躺在床上, 而且看样子伤势不清, 李婉问唐峰怎么来了, 唐峰告诉他, 李贤的茶里有毒不能喝, 李婉强撑着坐起来的时候, 系统突然跳出来, 告诉唐峰李婉的身体属性很高, 但很可惜, 他的身体已经要崩溃了, 唐峰询问系统有没有救治的办法, 但系统却只能影响武神聊天群中的人, 而且系统也没见过李婉这种情况, 系统告诉唐峰李婉的状态就只能坚持三天, 唐峰让李婉好好休息, 他决定去求孙思淼来救他, 李婉问他愣了这么久只说这个, 唐峰却说他那出血就要死了, 然后他吩咐丫鬟看好李婉等他回来, 唐峰来到中南山, 孙思淼在门前摆弄着草药, 唐峰求他出手救命, 然后骑马带着他着急地往回赶, 孙思淼再次询问唐峰强身健体的秘方, 唐峰告诉他, 要是真的有也不会这么远来求他, 孙思淼给李婉扎针, 他经脉都被血气冲破, 不加救治只能活三天, 李婉这才知道身体状态这么严重, 孙思淼无法想象李婉练舞会把自己伤成这样, 李婉知道痛, 想坚持克服, 但使用的方法太冒紧了, 孙思淼告诉他, 不顾身体疼痛坚持, 只会伤得越重, 如今他的身体状态休息三个月, 也难保安然无恙, 李夫人因为过度惊吓昏迷了过去, 等他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问李婉女儿的情况, 李婉告诉他, 大夫说没有答案, 试完针后就能知道结果, 以孙思淼的医术不会有问题, 李婉夫妻猜不到唐峰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李夫人后悔对唐峰获于苛责了, 系统问唐峰是不是看到李婉这么勤奋自卑了, 唐峰说他能读取自己的内心不用再问, 系统安慰他依靠自己没什么不好, 而且李婉是人类, 努力也不能突破有些规则, 唐峰担心李婉会染上毒瘾, 他知道李贤可以用不知道后果来推脱责任, 他想偷偷弄死李贤, 古代没有监控, 做得干净点, 不怕被发现, 但现在不能动手, 他需要弄清楚毒品的来源, 唐峰想要斩草除根, 黑衣人给光头和尚带来了两个人, 光头和尚嫌弃这两个人特征太过于明显, 但这两个人又很能打, 黑衣人告诉光头和尚这两个人是顶尖高手, 而且, 五次不爱说话, 孙思淼端着手里的茶问唐峰怎么知道, 这茶里有因素, 唐峰说猜的, 孙思淼想尝尝看, 唐峰阻拦他这东西会上瘾, 孙思淼却说不常怎么知道药性, 而且, 这茶贺不死人, 他告诉唐峰他只听说过因素, 却并没有见过, 高履行知道, 李贤曾购买了大量的因素, 他觉得李贤可能不知道其中厉害, 但唐峰, 却把电清阁掌柜夫妇的事情告诉了他, 高履行告诉唐峰李贤洗好人妻, 唐峰上一秒还在可惜电清阁掌柜, 下一秒突然反应过来, 李婉也是他的妻子, 他愤怒地拍案而起, 怒骂李贤是狗贼, 高履行让他冷静, 李贤不敢得罪李婉, 这应该是个意外, 唐峰不打算告诉高履行, 他要杀了李贤, 他前些天去李孝公的茶庄, 这茶是一个月前开始卖的, 当时效果显著, 但最近效果差了很多, 说明李贤最近才拿到药方, 并且准备不够充足, 而且, 李贤的茶一上市, 忘忧丹就消失了, 唐峰在武神聊天群中, 询问木贵因因素的事情, 得知宋朝也没有提炼鸦片的技术, 唐峰请高履行, 帮他查配方的来源, 高履行答应, 派人盯着李贤, 唐峰则带着孙思廟, 去找电金阁掌柜夫妇, 寺庙内, 光头和尚站在巨大的佛祖师相面前, 他握着佛珠, 双手和十, 这时李贤突然推门进来, 光头和尚说, 有事要求他, 李贤二话不说答应了, 光头和尚问他, 都不知道问什么事情就答应了, 李贤却觉得, 和尚不会为难他, 他请光头和尚去边吃饭边说, 然后带着光头和尚, 往偏远的院子里走, 等到了地方, 李贤叫出几个人, 他想杀了光头和尚, 防止妄忧佩芳被泄露出去, 光头和尚站在原地一脸不屑, 他问李贤, 难道不害怕这些手下泄露秘密吗? 李贤却说, 这些人都是他用要控制的狗, 就在手下挥着刀砍向光头和尚的时候, 突然被一根巨大的棍棒打飞, 紧接着, 黑衣人给光头和尚带来的两个杀手跳出来, 解决了李贤带来的所有人, 看到此景的李贤又惊又惧, 黑衣人问光头和尚对两个杀手的满意程度, 光头和尚却问他能不能让李贤乖乖听话, 黑衣人保证效果能让光头和尚满意, 两个杀手挟持着李贤离开, 李贤挣扎着反抗, 但黑衣人威胁他写信给李孝公报平安, 然后黑衣人告诉李贤要带他去洛阳, 黑衣人告诉光头和尚有人跟踪李贤, 他觉得那人没用就被杀了, 光头和尚让他把尸体都处理干净, 手下告诉高旅行, 派去跟踪李贤的人失踪了, 唐峰手上挂着衬托, 满身大汗的扎马布, 他被李婉刺激到开始卖力地练功, 他以前一直以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是设定好的NPC, 直到看到李婉练功差点没命的时候, 才醒悟人的功力都是练出来的, 他每次见到李婉时, 他都在练武, 他回想起自己以前高考备战的时候, 他告诉系统想靠自己变强, 系统却可以独心, 唐峰是害怕系统反水或者突然消失, 给自己留后路, 唐峰以为系统会发脾气, 结果系统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 能理解唐峰不信任他, 唐峰听到他这么通情达理反而更慌乱, 他觉得系统更加像人了, 更担心系统跑了, 但系统说自己不会消失, 也不会被刺, 他和唐峰的灵魂定在一起, 唐峰口中的系统如果是电脑, 那他则是接口, 对接上就是汗死, 如果唐峰没了, 他也得死, 唐峰问他, 接口只有一个吗? 系统也不清楚, 是每个人都有还是只有他? 唐峰想让他给自己偷偷加属性, 系统却不能决定这件事情, 而且他听到了唐峰心里的吐槽, 生气地离开了, 这时高旅行来找唐峰, 唐峰问他, 是不是李贤的事情有了进展? 高旅行注意到, 他的手插在裤子里, 唐峰解释, 这时让那娃缝的都可以用来放东西, 高旅行告诉唐峰李贤和派去跟踪的人都消失了, 深夜悬崖边的窄道上, 李贤愤怒地质问, 黑衣人要带他去哪? 他害怕地看着悬崖, 这时他突然发现, 悬煞楼立在高松的山崖顶上, 黑衣人带着李贤一路来到悬煞楼, 楼里站了一排黑衣人, 还有一个浑身散发着杀气的女人, 李贤问他要给自己喝什么, 女人捏着他的下巴灌进了一杯水, 李贤的脸上开始出现暗闻, 女人问他知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李贤呆呆地说听他的吩咐, 女人的右眼突然变成了紫色, 他命令李贤回到长安听悬空法师的调浅, 唐峰让高旅行品尝自己研究了很久的茶, 高旅行觉得这种茶味道浓郁, 肯定会大卖, 唐峰想要量产这种茶叶就必须有自己的茶园, 他想贩卖茶叶通过抢生意逼李贤出来, 高旅行说他会得罪李孝公, 唐峰却觉得早就已经得罪死李孝公了, 高旅行推荐他去送给房玄龄, 房玄龄喜欢茶, 得到好茶后会自己找上门合作, 皇帝坐在书房中哀声叹气, 皇后送来了茶, 询问皇帝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原来皇帝在喂钱的是发愁, 突厥明年年初可能会再次发动战争, 军队需要早早地争掉粮食, 皇帝感叹着喝了一口茶, 随后他惊讶地看着手中的茶, 皇后告诉他这是房玄龄送来的清茶, 是唐峰研制出来的, 皇帝却不以为意, 他虽喜欢茶, 但如今不能带头享乐, 皇后告诉他这茶纸需要用热水冲泡, 为了突出茶叶本味不添加任何调料, 皇帝听到这话突然龙年大悦, 他告诉皇后叫人让唐峰第二天早上来见他, 然后让皇后再给他泡一杯清茶, 茶园内唐峰给众人掩饰炒茶叶的方法, 他让所有人都多恋别偷懒, 那娃在他坐下后端来了一杯茶, 皇帝让唐峰去南方最大的茶园, 以后观茶都以清茶为主, 他被皇帝排到官员当免费苦力, 炒茶技术也不能再保密, 唐峰让那娃坐下, 那娃一直盯着唐峰看感谢他送来的药, 原来唐峰找孙思淼要了治疗痛经的方法, 他告诉那娃有病救治, 不用不好意思, 但那娃却哭了起来, 唐峰立马慌乱地安慰他, 那娃曾听别人议论痛经会怀不上孩子, 而且还治不好, 唐峰安慰他实在不放心, 就回上安城时再去看看大夫, 古人休憩的正当理由中无子就是其中一条, 唐峰觉得痛经和不孕不育没有关系, 但能将治病的药方流传开也是好事, 接着唐峰询问武神聊天群中的众人孙思淼有没有出书, 他想将孙思淼的医术推广出来, 但那娃却说印书很贵, 而且印刷鼠不印杂书, 这下唐峰只能先问问群里有没有造纸和印刷的技术了, 李孝宫左拥右抱享乐的时候, 李贤告诉他茶园生意出了问题, 李孝宫打发了两个小妾, 嘲讽李贤被唐峰的清茶挤得没活路, 李贤却说有办法将茶再卖出去, 他将音速的事情告诉李孝宫, 然后将加了音速的静心引递给李孝宫品尝, 称此茶比武师伞还有功效, 李孝宫告诉他如果真的有效, 就允许他接管茶庄, 李贤走后, 李孝宫迫不及待地尝试了静心引, 然后一觉睡到了中午, 他回忆着喝了茶后的感觉, 决定把茶庄交给李贤, 李贤告诉光头和尚已经拿到了所有茶的生意, 黑衣人问光头和尚下一步的计划, 李孝宫吃了, 妄忧不出一个月就会任由他们摆布, 利用他就能很容易将火油运进长安城, 但光头和尚却说要先蛰伏起来, 带妄忧的茶很快就会被人发现其中危害, 到时候李孝宫就会被调查, 再利用他的关系就是自投罗网, 所以光头和尚打算找机会杀掉李贤, 查识被李贤和唐丰一分为二, 再加上二人之间本就有仇, 光头和尚可以很容易栽赃给唐丰, 更何况两人背后的人是李孝宫和李静, 长安城会变得更加混乱, 光头和尚不信任李贤, 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 而且李贤死了, 忘忧的事情闹大, 也查不到他们身上, 孙思苗发现, 阴素会让人感到非常愉悦, 服用时间久了会依赖成瘾, 但阴素的花和壳都没有茶装卖的茶效果显著, 孙思苗也没办法解决, 他认为比起用药, 静心养性更有用, 阴素比五十散还要难绝, 但因为阴素贵重难寻, 一扬茶中的剂量不会让人上瘾, 随后孙思苗就离开了, 纳娃和唐丰背着茶楼在茶园中摘茶, 就在这时, 有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和唐锋打招呼, 唐锋看到他背着的大刀认出来, 他是之前来偷袭的墨家人, 墨家人却说自己并没有恶意, 唐锋让那娃带着茶农离开茶园, 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墨家人面前, 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墨家人想要回天机碟, 顺便邀请唐锋加入墨家, 唐锋一脸凝重地拒绝后, 墨家人却说会一直跟着他到他答应, 还向唐锋保证不会给他添麻烦, 唐锋不相信, 墨家人一句话解释了袭击军队的事情, 唐锋愤怒地质问他知不知道那天死了多少人, 他精准地说出了人数, 唐锋的部队中也有墨家人, 而且上了战场避免不了死亡, 唐锋却说他是在诡辩, 但也懒得废话, 说着就把天机碟还给了墨家人,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烦自己, 但对方却说墨家巨子点名唐锋有先人之姿, 不会放弃来找他, 唐锋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说自己有先人之姿, 但想知道就要跟他回墨家, 唐锋拒绝后, 墨家人给了他三枚火符, 告诉他需要帮助就朝天发射, 看到信号后他就会来帮助唐锋, 李婉跟着小二沿着茶庄走廊向里走, 他来找李贤买静心饮, 但他却说静心饮断货了, 李婉觉得静心饮的价格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这么大的茶庄不会断货, 他可以在家前购买, 李贤却请他做到一边解释, 静心饮中有一位药材十分稀少, 他们在家紧筹备, 李婉则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寻找, 但李贤却说这是家族机密不能透露, 李婉表示自己今天一定要喝茶, 皇宫内房玄陵告诉皇帝清茶带来的收益, 而且因为清茶制作及省人力利润也要高出两成, 这样一来能缓解一些国库的压力, 随后皇帝又问房玄陵世家的反应, 房玄陵觉得世家多半会抵制清茶或者分三六九等, 世家大都绵延竖朝, 皇帝只能一点点削弱世家的势力, 房玄陵又告诉皇帝静心瘾的存在, 这茶是李孝公所致, 可以振奋精神, 皇帝想起来在萧皇后那里也喝到过类似的茶, 但皇帝这次叫房玄陵来的主要任务, 让他筹备军粮应对突厥发起的战争, 并且最好能在入冬前处理好, 皇帝一句话给唐峰发配到吉州制茶, 如今唐峰带着制好的茶, 一路骑马赶回长安城, 快到长安城的时候, 唐峰和那娃都很高兴, 到了长安城,唐峰看到进城的人数众多, 这时那娃问他有没有闻到什么臭味, 唐峰吸了一口气, 确实闻到了臭味, 那娃告诉他是从旁边的马车传过来的, 唐峰转头看到有人拉着粪车运往长安城, 车夫立马斥责唐峰这不是粪车, 这是李孝公买的肥料专门用来养花的, 他嘲讽唐峰是个香巴佬, 唐峰问他车里装的是不是黑色的高状物, 大份掺土就是这样, 唐峰离开时,脸色阴沉, 鸦片是割开阴素果实流出的枝叶, 风干后就是黑色的高状物, 他刚才粗略数了十几辆马车, 都装的是鸦片, 如果这么多鸦片流传出来, 后果将不堪设想, 唐峰回忆起前世的嫉妒警察, 还有林泽许虎门硝烟, 他听到的毒品带来的苦难已经够多了, 眼下局面陷入僵持, 李贤想趁机偷偷溜走, 被唐峰发现了, 唐峰从武神聊天群中拿出长枪打算先解决掉李贤, 扑刺一声长枪结束了李贤的性命, 唐峰再次看向两个黑衣人, 见他们依旧沉默就拿出了弩剑, 只听哐的一声, 黑衣人被逼退到屋外, 但一连十发弩剑都被他们挡下了, 唐峰将弩剑拉开存放在系统中, 连发弩剑他自己都挡不住, 黑衣人却都精准地躲开了, 擦边躲技能让唐峰想到了游戏脚本, 他提起长枪直指黑衣人的脸, 几次三番的攻击都被黑衣人挡开了, 黑衣人像尼秋一样, 每次都微妙地躲开攻击, 就在唐峰恼怒的时候, 突然听到系统再次提醒他小心身后, 唐峰回头看去, 另一个黑衣人拿着武器朝他砍了过了, 唐峰右手拿出剑挡住了这个黑衣人, 就在这时左边的黑衣人拿着刀, 压在长枪上砍向唐峰, 危急之下唐峰启动了霸王之力, 然后猛地将两个黑衣人挡开, 与此同时他左手的剑因为承受不住霸王之力的力量碎裂了, 很快左边的黑衣人再次攻来, 唐峰拿着断剑和长枪挡住了他的攻击, 右边的黑衣人也拿着武器朝唐峰砍了过来, 唐峰立马开启技能汉山躲开, 尽管如此他还是断了一根肋骨, 黑衣人再次朝唐峰冲了过来, 汉山技能只有五秒, 唐峰想趁此机会解决掉黑衣人, 他握着长枪扎向黑衣人, 明明自己速度快很多,却总会被擦边躲开, 唐峰抓住黑衣人, 右手从武神聊天群中拿出短剑, 捅死了这个黑衣人, 很快唐峰就把另一个黑衣人也收拾了, 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 扔了一把篝火下去, 点燃了两个尸体, 系统问唐峰需不需要给他修复肋骨, 唐峰让他最好第二天早上前就给自己治好, 系统问他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鸦片, 唐峰觉得不能让全城人一起闻毒药, 他打算效仿林泽徐用石灰水泡, 这样更稳妥一些, 玄煞楼中, 女人得知自己派去长安的人和李贤都死了, 又派了两个人去长安查探情况, 李贤的灵堂里, 只见光头和尚跪在蒲团上敲着沐鱼, 李孝公进来后, 光头和尚说自己让他失望了, 李贤有冤情和没有完成的心愿, 所以阴魂不散, 没法超度, 李孝公觉得, 药材刚被运到, 就被大火烧光是有人故意放火, 光头和尚告诉他, 如果不了却心愿, 李贤无法被超度, 而且, 如果变成厉鬼, 还会混乱亲属, 李孝公听到这话一脸焦急, 光头和尚却告诉他, 凶手逍遥法外, 大理寺的狄仁杰大人擅长断案, 可以还李贤一个公道, 光头和尚问黑衣人, 事情办好了吗? 黑衣人告诉他, 找了个小偷惯犯, 并且还是一个月前刚被唐峰抓过的人, 他安排了小偷去大理寺指认唐峰, 狄仁杰问小偷是不是看到了有人纵火, 但小偷却说没看到纵火, 只看到了有人往那边走, 而且身手不错, 没想到后来燃起火, 还死人了, 狄仁杰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半夜出来, 小偷说自己是想去茶商家偷钱, 狄仁杰让小偷说说所见之人的相貌, 小偷则表示黑灯瞎火的, 看不清相貌, 但身手看起来像唐峰, 就在这时, 李孝公突然来到大理寺, 正好听到小偷说放火的人像是唐峰, 狄仁杰让他去内堂等候, 李孝公让狄仁杰还他儿子一个公道, 狄仁杰表示会尽力而为, 但希望他不要在查明真相之前轻举妄动, 李孝公一脸愤怒的威胁说, 要看他能不能查一个公道后, 转身离开了, 唐峰一边打着铁, 一边告诉高履行放火的事情, 不是他干的, 但高履行却说,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说是唐峰干的, 而且现在是不是他纵火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李孝公会因此报复他, 高履行告诉唐峰, 李孝公丧子这件事不会放过他, 唐峰拿着钳子把烧得通红的剑身扔进水里, 然后问李孝公会怎么报复他, 高履行告诉他, 看能是开国猛将, 曾带兵击溃了叛军, 但被李孝公陷害谋反被杀了, 唐峰没想到, 李孝公原来是个老鹰逼, 有李季在李孝公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 但一定会找他的麻烦, 就在这时那娃突然喊李孝公带兵包围了唐峰的子爵府, 李季原名徐世纪, 因战功卓著, 被赐李信, 在朝中担任诸多要职, 早年曾投靠瓦岗军, 后来为唐朝建立立下不少战功, 又在多个军事战役中做出巨大贡献, 皇帝对他的评价极高, 而李孝公则是皇帝的堂兄, 是林阴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现如今, 这两个人都不善地堵在唐峰家门口, 而且, 唐峰要是真和李季对上, 也不一定打得过, 李孝公则问, 他一直在家睡觉, 没胆子做这种事, 黑衣人告诉光头和尚, 李孝公带着李继去找唐峰麻烦, 但他不明白李孝公为什么这么着急, 光头和尚则告诉他, 是因为李孝公无法失去妄忧, 药方只有死了的李贤知道, 唐峰指着李孝公怒道, 杀人放火要有证据, 李孝公让人将马夫带上来, 车夫指认唐峰知道李贤马车里的东西, 唐峰认出来, 他是昨天在城门口拉份车的那个人, 如今种种证据都指向唐峰, 李孝公想让唐峰认罪, 然后跟他走, 唐峰知道他带走自己想要的, 就是妄忧的配方, 这时, 李季突然说, 在现场, 发现了半截断剑, 再加上人证, 他现在是看在李敬的面子上, 才会和唐峰好好谈, 唐峰说自己是被诬陷, 不会跟他走, 李季听到这话面色阴沉的下马, 然后挥舞着拳头, 朝唐峰打了过来, 唐峰举起胳膊, 挡住了他的拳头, 下一秒, 两个人各自打了对方一拳, 李季说唐峰跟他打架, 也敢放水, 唐峰则表示, 他也没用全力, 李季的拳头被他挡着, 他抬腿踢过去, 被李季挥拳砸下, 随后唐峰退出些距离, 他的腿踢在盔甲上痛得发抖, 李季说, 要帮李敬管教他, 然后挥舞着拳头连连, 打向唐峰, 唐峰感觉, 挡下他的攻击并不难, 随后他让系统将调出李季的属性, 对比下来, 除了耐力其他属性点都没差多少, 但唐峰昨晚遇到的两个黑衣人, 实力却很强, 就在他一个走神, 又挨了一拳的时候, 系统告诉他, 昨晚一直给他传送武器, 也没有仔细测量黑衣人的属性, 他估计, 这两人属性不高, 但因为动作准确, 实战能力就高处很多, 唐峰决定先解决眼前的麻烦, 这时, 李季公见一直拿不下唐峰, 就想吩咐属下一起围攻时,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 慢着, 原来是胡国公恰好赶到, 李季公问他来这里做什么, 胡国公却反问他来, 又是要做什么, 李季公是为了给爱子讨个公道, 就在胡国公反驳他的时候, 突然发现李继也在这里, 李继则表示, 他不来没人知地聊唐峰, 胡国公把李继叫了过去, 然后神神秘秘地和他说了什么, 只见李继听完后, 一脸震惊, 唐峰猜测, 胡国公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 而且看样子, 他和罗承的关系也不错, 果然李继不再想找唐峰的麻烦, 但李季公却不乐意, 李继只好说由他担保唐峰的性命, 查清楚就放唐峰回来, 胡国公表示要跟着一起查案, 李季公一脸阴沉地同意了, 但唐峰却担心自己说漏嘴, 随后他大喊着人不是他杀的, 只要他还站着, 就不会跟他们走, 李季公愤怒地让手下一起抓住唐峰, 胡国公抽出佩剑想阻拦, 却被李继拦下, 李继告诉他, 唐峰杀了李季公儿子这件事不能一味偏袒, 而且有他们做保唐峰都不愿意让步, 这时硬保下, 唐峰只会让他更加无法无天, 李继想让他吃些苦头, 那娃趴在门上听外面的情况, 知道唐峰站上风后, 就让仆从们都回去做事, 仆从想出去帮助唐峰, 但那娃想起来唐峰交代他不要让仆从出去, 而且他被李季公看到只会惹来更多麻烦事, 那娃挡在大门前, 仆从们不听还是想出去帮唐峰, 那娃愤怒地说他们出去只会帮到忙, 这时高旅行来到大理寺府的监牢里, 他找到了当时指认唐峰的那个小偷, 问他在衙门里的说辞是谁交的, 以及背后的人给了他什么好处, 小偷不承认, 高旅行搬出自己的身份威胁他, 小偷害怕地瑟瑟发抖, 但高旅行再次询问他的时候, 他还是不愿意说, 高旅行觉得对方有些手段能让小偷甘愿受罚, 但如果小偷得罪了他后果, 只会更严重, 小偷立马磕头求饶, 说自己愿意说出来, 唐峰将所有奴仆都打趴在地上, 尽管如此, 他还是挨了好几棍, 他告诉李孝公在虎脚蛮缠就要动真格了, 见一个坠绪敢威胁自己, 李孝公更加愤怒, 他告诉剩下的奴仆活捉唐峰就赏十两黄金, 唐峰怕打死人就收了力, 没想到这些人一听有钱拿又站起来包围了他, 于是他决定先拿下李孝公, 只见他迅速地朝李孝公跑去, 李孝公立马吩咐奴仆拦住唐峰, 但这些人都很快就被唐峰解决了, 李孝公怒骂他们都是废物, 就在唐峰一拳朝他打去的时候, 被李季握住手腕阻拦, 唐峰见他拉偏架, 反手用力打在了他脸上, 李季歪着头夸他力道不错, 然后手掌握拳, 一拳打在了唐峰肚子上, 把唐峰打出了十几迷远, 唐峰见他挨了一拳行动, 却毫无影响, 反而是他自己肋骨又断了, 李季杀气腾腾地表示自己被勾起了兴趣, 只可惜今日有正事, 胡国公见他下重手, 过去询问唐峰的状态后, 质问李季一点也不顾及兄弟情义, 李季却觉得让唐峰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 而且唐峰力量不输于他, 接一拳没有大碍, 胡国公表示他在动手, 就要翻脸了, 李季说是唐峰不肯回去解释清楚, 证据指向唐峰, 李季公需要一个说法, 唐峰跟他们回去对峙一番, 也可以自证清白, 再加上还有他和胡国公保证唐峰的性命, 话说到这份上唐峰再拒绝就显得心虚, 就在这时, 李季突然带着李婉出现, 他让唐峰请贵客们都进去做作, 见到他来所有人都一脸惊讶, 李季公说唐峰杀了自己的儿子, 今天一定要带唐峰走, 李季却说他不能凭借市井传言, 就断定唐峰是凶手, 事情应该请大理寺的人来查清, 李季公却说他这是在包庇, 李季表示如果查出唐峰真的是凶手, 他不会偏袒, 但李季公擅自抓人无视王法, 李季公见他拿这件事情压自己, 愤怒地表示要让皇帝来评理, 此时的寺庙内同样的巨大佛像面前, 光头和尚低着头拿着佛珠, 双手和十, 此时, 黑衣人突然推门而入, 告诉他, 李季公带人抓唐峰被阻拦了, 光头和尚疑惑, 为什么胡国公也去了那里, 黑衣人告诉他唐峰可能是罗成的儿子, 光头和尚听到这话惊讶无比, 黑衣人问他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光头和尚, 情绪这么激动, 光头和尚解释, 李季公接着王子复仇之事, 最容易拿下唐峰, 可胡国公插入, 让他无法再进一步, 如今, 他们只能等突厥再次出兵, 才能找到机会行动, 黑衣人认为, 停止这次的行动, 无法和玄煞楼解释, 但光头和尚却说, 在行动下去会暴露身份, 此时隐蔽, 是他们唯一的优势, 内线薛昌荣举家搬去洛阳, 突厥草草败退, 然后退兵, 新内线李贤在关键时刻被杀, 接着李贤之死搅局也没成功, 光头和尚的计划屡屡败退, 他们的局面变得非常被动, 黑衣人经过调查发现, 关键在于唐峰, 唐峰救下了被薛昌荣手下调戏的公主, 也是他掳获了萧皇后和可汗王妃, 而且他知道, 李贤的马车里装的是妄忧, 最重要的是, 玄煞楼身怀绝技的八十个护法, 一下被杀了两个, 击败他们的一定是顶尖高手, 光头和尚却认为他们没能保护好李贤, 实力并没有黑衣人说得那么强, 黑衣人告诉他玄煞楼县主任在几个月前, 带着五名护法血洗了玄煞楼, 不服从命令的都被杀了, 黑衣人的朋友告诉他, 五名护法杀死了一百七十多高手后, 基本没有受伤, 但这些护法不会说话, 多半脑子有问题, 黑衣人才是截杀萧皇后失败的那个人, 泄露了消息, 这样算下来, 他们的计划几乎都毁在唐峰手里, 唐峰知道了忘忧的事情, 肯定在追查他们, 光头和尚认为, 城市之前要先除掉唐峰, 太子问李长乐叫自己来有什么事情, 请他坐下说自己有事要求他, 太子表示能做到的都答应, 李长乐听说了唐峰的事, 想请太子帮他说好话, 但太子告诉他, 这么大的事, 他说好话也没用, 李长乐坚信唐峰不会胡乱杀人, 太子认为没有证据, 不会参与进来这么多人, 李长乐说唐峰以将士性命为重, 是一个善良体贴的好人, 太子还是很犹豫, 他建议李长乐自己去求情, 但李长乐知道自己去求情, 只会起到反效果, 唐峰和李孝公等人一起来到皇帝面前, 他告诉皇帝是有人在蓄意散播流言, 而且高履行查到有人暗中陷害他, 刚好替他背锅, 皇帝也认为唐峰没有杀人动机, 他命令齐国公查清楚流言的源头, 李孝公此时却依旧认为不能断定唐峰无罪, 皇帝安抚他之后, 问唐峰昨晚都做了什么, 唐峰告诉皇帝自己在制作农机, 他想提高粮食产量就改进了农机, 制作了屈原梨, 屈原梨比寻常农家的梨更加节约处理, 还能提升三成梨地速度, 皇帝听到后立即决定去唐峰家看看, 唐峰找来了普通的梨和屈原梨对比演示效果, 皇帝让两个文臣上去拉梨, 他问房玄陵拉梨的感受, 房玄陵则表示, 虽然自己也不太推得动曲原梨, 但比另一个推普通梨的人要省力很多, 他夸赞屈原梨省力灵活, 可以开垮更多荒帝, 然后激动地向唐峰表示感谢, 有大臣认为, 唐峰这次的功劳比击退突决更重大, 听到这话, 李孝公一脸阴沉, 文臣武将为了争抢唐峰吵了起来, 皇帝打断他们, 然后确定了唐峰说的话, 他知道李孝公不服气, 就让人把狄仁杰叫了过来, 狄仁杰告诉皇帝, 小偷已经承认, 是有人指使他诬陷唐峰, 他们在小偷家里发现了大量财物, 并且小偷的邻居说他昨晚并没有外出, 小偷回忆, 指使他的人是一个行动神秘, 戴着面具的黑衣人, 敌人杰接着说, 这件案子还有一个重大疑点, 李贤住处大量货物的残骸特别少, 他怀疑是有人抢劫, 然后毁尸灭尽, 皇帝问李孝公这些货物是什么, 李孝公却只知道都是制作茶的药材, 皇帝猜测着谁有本事把半个朝堂算计进去, 然后他封唐峰为大理寺少卿, 一个月内查出真凶, 大理寺少卿是从四品上的官职, 唐峰的官职直接跳了一级晋升, 皇帝给了他调前左右销卫的权力, 但唐峰确实杀了李贤, 他难道要查自己吗? 李长乐一脸抑郁地抱着腿坐在水池边, 他拿脚点着水面样出波纹, 这时, 太子突然来告诉他唐峰的事情有结果了, 李长乐询问唐峰的安危, 太子却一脸兴奋地告诉他, 唐峰弄出了屈原离, 不仅没被处罚, 还升了官, 但皇帝让他一个月内查到真凶, 查不出来就要唐峰顶罪了, 李长乐听到这话, 在心里担忧唐峰会不会查? 唐峰一脸惊诧地看着面前又高又壮的黑人, 他询问高旅行这些人是不是黑人奴隶, 高旅行告诉他门口站着黑人守卫, 是黑街的标志, 而他和黑街的老大有过节, 随后, 他们就进了看起来略显清朗的黑街, 唐峰看到了狼和鹦鹉, 以为自己进了花鸟市场, 他被卖剑的摊贩吸引, 他以为黑市的兵器应该会好一些, 结果拉开剑后, 却发现质量一般, 随后他果断放下剑离开了, 唐峰问高旅行黑街靠什么盈利, 高旅行却告诉他, 黑街不需要盈利, 有钱人需要借助黑街的势力保护钱财, 沉重的黑街势力大多做的贩卖消息, 或者订货的事情, 唐峰刚才看到的小贩一次可以拿出一百把刀剑, 而贩卖走售则是有不同含义的买卖, 花鸟多半是妓女鸾童, 买家可以和商贩去城外选人, 或者选定后在城内街头, 唐峰认为把这里的人贩子铲除吊长安城会更安宁, 但高旅行却说黑街让步伐之徒有了秩序, 长安城没了黑街反而会更不安宁, 唐峰明白了这相当于把危害集中起来, 更好处理一些, 高旅行带唐峰来到一处楼阁前, 他有规律地敲了敲门, 在里面的人开门时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的话唐峰一句都听不懂, 随后高旅行带唐峰进了屋内, 只见一个黑人问高旅行来这里做什么, 高旅行还欠着他十条人命, 高旅行则笑眯眯地表示, 催债伤和气, 他要见得另有其人, 黑人让他先还了欠的人命, 否则一切免谈, 高旅行搬出来唐峰的身份吓唬黑人, 黑人却不为所动, 高旅行见此告诉黑人, 近期的事情触及底线, 现在就等一个势力出来挨刀, 黑人如果不想黑街被拉出来顶罪, 就放他们过去, 黑衣人愤怒至极确只能放走他们, 唐峰问高旅行这么紧张, 到底是要去见谁, 随后他们被带到了一处房门前, 进去后, 一个行为豪迈的女人坐了起来, 唐峰问高旅行为什么在发抖, 高旅行告诉他女人, 是黑街真正的女主人, 长孙无忌的女儿, 长孙明兰, 长孙明兰想揍高旅行一顿, 被唐峰拦下, 长孙明兰知道唐峰的身份后, 表示可以看在她的面子上, 放过高旅行, 唐峰不明白, 高旅行为什么这么害怕, 长孙明兰查到了造谣的源头, 他问唐峰想用什么来交换这个消息, 长孙明兰对他打开定箱城门用的方法很感兴趣, 他认为天火是墨家的技术, 并想让唐峰引荐给他, 唐峰知道火药会被人惦记, 墨家的刀客曾经给了他三枚烟花一样的东西, 他可以把事情都推给墨家, 他说词中的老头是神仙, 还是墨家人也没人查得出来, 唐峰说自己不认识墨家人, 高旅行可以作证他, 还被墨家人伏击过, 长孙明兰知道高旅行不敢骗他, 他觉得唐峰身上只有天火这件事能让他带来利益, 他故意说到自己花费了不少人力, 摆弄清楚了流言的源头, 见唐峰待在原地没反应, 立马愤怒地说补偿最起码也要两千罐钱或者等值物品或消息, 唐峰犹豫了一下, 决定给他肥皂的配方, 他问长孙明兰有没有洗不干净枣的感觉, 长孙明兰一脸震惊, 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 这时候唐峰却说有改进枣豆的方法, 吉州制茶的老师傅告诉他茶子可以用来清洁身体, 灶角树长的蔓海极难采摘, 他亲身试验过茶子比灶角好用, 南方的茶园都是他在管辖, 希望长孙明兰可以出人力采收茶子, 长孙明兰大喜过望地表示, 以后会照着唐峰, 随后他问唐峰需不需要挑个通房丫鬟, 被唐峰拒绝了, 他问唐峰还需要什么东西, 唐峰让他先说出流言的源头在哪里, 长孙明兰告诉他都是些小商铺, 商铺老板薛昌荣前些日子跑路事情也和他有关, 薛昌荣主营瓷器和油料木炭, 他手下调戏公主李长乐的事情发生后, 就举家搬去了洛阳, 长孙明兰说完就催促唐峰去茶案, 他要集结人手去采茶子, 他凶神恶煞的, 让唐峰以后有发财的路子都先告诉他, 然后让人送他们离开了, 高吕行告诉唐峰别被表象骗了, 长孙明兰是个有心机且出手狠辣的人, 在意的是他人脉的价值, 唐峰问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高吕行告诉他, 自己曾吃了足足三天的黑街刑法, 如果他爹不是高氏连他活不到现在, 高吕行曾经年轻气盛, 听说黑街劫略城镇拐人卖到长安, 就组织了志同道合的人想放出黑街被囚禁的奴隶, 结果在被抓住时, 背上了半天刑就把同伙都出卖了, 长孙明兰嘲讽他有本事, 可惜却是个耸包, 高吕行反而因为出卖了同伙, 被他讨厌, 长孙明兰欣赏他们为奴隶出头的勇气, 高吕行扛不住刑法透露消息, 让所有人都被抓, 但他的兄弟却没有透露出他的一点消息, 他们到死都不知道高吕行是高氏连的儿子, 即使是黑街也只敢稍加惩罚而已, 唐峰愤怒的想待人将黑街的人都抓起来, 高吕行说他能调动左右稍微灭了黑街不是难事, 但唐峰怎么知道他的话是不是真的, 万一他讲的故事只是为了借助唐峰的手除掉黑街呢? 他告诉唐峰拥有权力后身边一定会出现各种人, 高位者一个决断会关乎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唐峰却只问他有没有骗自己,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觉得黑街贩卖人口动用私刑随便一条都够他抓了, 高吕行却又说他知道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唐峰让他别兜圈子有话快说, 高吕行则哈哈大笑地表示, 只是不想让唐峰和自己一样被人利用, 他原先也有很多善良耿直的朋友, 但现在基本都没有了, 他劝唐峰拥有权力后下决定一定要多加考虑, 唐峰和高吕行来到了昌蓉油铺, 两个人脸上都贴了高吕行弄来的假胡子, 店掌柜热情地欢迎他们进去, 唐峰表示想随便看看, 随后他打开了一边的罐子查看, 掌柜热情地给他介绍油的种类和价格, 唐峰问他有没有更好的油, 就在店掌柜想给他介绍特制的香油时候, 唐峰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他叫住正向外走的店员, 问他手里抱的是什么东西, 店员说这是客人订的灯油, 唐峰让他拿来给自己看看, 掌柜想阻拦, 唐峰质问他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高吕行此时也挡在门口, 拦住了向外走的店员, 掌柜无奈之下, 只好让店员将耕油拿过来给唐峰看, 店员说这是石枝, 因为黑烟重味道大所以, 很少有人购买, 唐峰却觉得, 毯子里的东西不是汽油, 就是柴油, 他想向掌柜买石枝, 却被告知没货, 高吕行想出双倍的价钱, 买下店员手里的一坛, 唐峰也表示, 如果好用以后每个月都会来买, 掌柜只好让店员给他装一瓶出来, 系统告诉唐峰, 系统之间都是独立的存在, 互相之间无法感知, 唐峰根据之前的因素独查, 和现在的汽油, 确定这个朝代还有穿越者, 但对方一定不是好人, 并且预谋着什么大事, 他回想起, 当时系统提示的是, 宿主反抗命运的决心坚定, 但他当时只是发牢骚, 说明反抗命运, 还有别的解释, 有些人可能没有触碰到这个地方, 但这些系统也不清楚, 唐峰担心对方也留意到自己, 好在他拿出的屈原离这个时代, 已经有了雏形, 不算太惹眼, 这时高旅行提醒唐峰去别的铺子看看, 唐峰立马说东西买完了, 要去胡岳楼喝酒, 二人提着石枝离开, 唐峰感谢高旅行及时救场, 才没有被发现, 高旅行问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唐峰猜测只是小偷陷害他的黑衣人身上的味道, 就是这种石枝, 这家店很可能和黑衣人是同伙, 但他们再去油铺会引起怀疑, 唐峰让高旅行派人监视油铺动向, 但高旅行的人不擅长跟踪, 被发现线索就断了, 他们最终决定去找长孙明兰帮忙, 郊外一具尸体躺在大坑里, 女人问正在填土的袁武, 怎么发现的这个人是暗哨, 袁武说自己就是被他带出的羡语, 这人是黑街的人, 女人嘲讽他对自己的伴的恩人也下得去手, 袁武则认为有暗哨说明光头和尚已经被盯上了, 为了防止暗哨回去报信必须把他杀了, 女人转身离开表示要去通知悬空, 长孙明兰得知刚被派去盯烧的人被杀了后, 焦急地让黑人通知唐封他们, 去晚了人就跑了, 等黑人带人离开后, 长孙明兰想起高旅行他们拜托他实说的话, 疑惑暗哨为什么会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光头和尚拿着火柴点燃油灯, 他看着油灯在眼前燃烧, 女人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这是刚好赶回来的袁武, 斥责女人不要无礼, 袁武告诉光头和尚如果被包围他们, 很难保他周全, 玄煞楼主人已经知道唐封有可能是墨家人, 明年他会亲自来长安解决唐封, 女人劝光头和尚跟他们离开, 光头和尚却觉得满盘接书, 正好是翻盘的最佳机会, 女人觉得他就嘴上说得好听, 这时袁武告诉他们, 玄煞楼主命令他们尽力配合光头和尚的行动, 光头和尚说火油是由石枝提炼出来, 石枝不是危险的物品, 而且适合用作灯油, 只要拉低价格就会受到寒门书生的追捧, 他想先将石枝运送进长安, 再炼制火油, 袁武询问光头和尚怎么把运进长安的石枝收集起来, 光头和尚表示, 自己会处理这件事, 随后他让黑衣人处理吊油铺的伙计, 给他引开追兵, 而他则和袁武来到一边谈论事情, 黑衣人知道自己被当作诱饵, 拿给唐封交差, 但玄煞楼派出的这两个人也让他没法逃走, 黑衣人有记挂的人不想死也不能叛逃, 光头和尚交代完后, 让袁武和黑衣人一起离开, 唐封没想到长孙明兰信誓旦旦的样子居然也失手了, 但当务之急是找到油铺伙计问出对方的位置来, 就在他着急赶路的时候, 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呼救的声音, 唐封没想到他们居然敢在白天动手杀人, 女人一身血迹地出现在门里, 等唐封赶到油铺的时候, 只剩下了满地的尸体, 唐封提着剑锥, 这个杀了整个油铺伙计的女人, 女人让他行个方便, 当没看到自己, 唐封不为所动, 等他终于追上女人时, 一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袁武看守着马车里的黑衣人, 等待女人将唐封引过来, 黑衣人知道等唐封来了, 他们就会杀了自己, 然后逃走, 袁武告诉他等女人来了就逃走, 黑衣人背地里偷偷割破手指, 在马车上写字, 这时, 袁武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 等他疑惑地回头看去时, 就看到唐封和女人一路打了过来, 唐封抬剑挡下了女人垂下来的长伞, 女人招呼袁武来帮他, 然后和唐封一路从半空中打到地上, 袁武手中出现三枚飞镖, 在唐封举着剑, 砍向跌倒在地上的女人时, 扔了出来, 唐封只能收回剑挡开飞镖, 就在这时, 女人抓住机会, 拿起伞筒在了唐封的肚子上, 袁武大喊着, 让女人快上车, 女人立马跟了过去跳上马车, 只能停留在原地, 她暗自庆幸女人用的不是长枪, 否则她就被捅穿了, 系统告诉唐封女人临时收了力道, 否则就算是散, 这一下, 她也会被捅穿, 唐封懊恼还是让人逃跑了, 系统提醒她看向马车的方向, 原来是黑人带着人堵在了路口, 黑人下令众人不要硬拼, 等着又消卫到来, 袁武则怪女人动作太慢害的他们被包围了, 女人却说都怪光头和尚, 非要等唐封来了再动手, 女人劝黑衣人被抓, 就自裁, 别等他们出手, 然后把一枚丹药递给了黑衣人, 黑衣人接过丹药吃了下去, 想求女人帮她一件事, 女人答应后, 黑衣人希望女人可以帮助自己的妹妹, 脱离悬煞楼, 这时袁武告诉他们路被堵住了, 让他们各自逃命, 马车被挡住, 袁武和女人跳下马车, 向两个方向跑去, 他被黑街的众人阻拦, 而女人则翻墙逃走了, 黑衣人倒在地上, 唐风试探后发现他已经死了, 就在这时唐风发现, 马车上有字, 只见马车上写着惠明玄空四个字, 而玄空正是皇帝让唐风查的那个和尚,